大家晚上好,晚上好,不好意思,今天拖了挺久,刚刚再回复信息,稍等片刻 好,确认一下,现在能听到吗?一斤花妹完事了可还行 没有,刚才是那个,刚才不是水群,刚才有点事 还以为减两千万了可还行 虽然我也很希望发生那种事,但实际上前两天没播 只是单纯因为之前病了,想要稍微花点时间休养一下 然后割了两天之后就觉得很爽,原本还准备要不要再割两天 但是后来想到有这么多可爱的观众期望着我回来直播 所以还是上播了,我是不是很伟大? 好的,好的,OK 一社最近没消息,感觉沉寂了好久,没有新作品,感觉好危险 我同意,你这个说法我同意,因为一社今年一年真的没有新消息 今年一年唯一的新消息是之前在四五月份吧 那个一社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上面发了一个宣传片 宣传片里面有个是新游戏,但是我估计今年肯定出不来了 看明年四月份有没有可能吧 有可能就是十二月份或者一月份开始宣发 然后明年四月份上线 说老实话,以日本目前这个鬼经济状态,我觉得一社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就我要求并不是很高 我要求并不是很高 他能够活下来,我觉得就先撑过这个阶段再说 先撑过这个阶段再说 没有,现在还没有宣发明年四月份出不来,也不一定 因为是这样的,以前他们的节奏是差不多十二月初左右公开 十二月初左右公开,然后到四月份发售 反正他们从公开宣传到发售,一般就是四个月的周期,差不多是这么久 感谢无聊的两晚开通舰长,谢谢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就现役舰长和小国通的年度会员 当然也包括小国通的舰长都可以领取首外 就是在屏幕上方这个可爱的双尾彗星形象手办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同时要之前的双尾彗星的杯子的纪念品 那么如果你要礼物的话,你可以通过B站或者QQ私信 如果你是加了舰长群或者加了小国通群的话 直接在QQ私信上跟我说就行 把你的收件信息直接发给我 然后大家尽快,因为登记就最后两天了 今天明天29号30号两天 然后12月1号就要开始准备发货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领还没有登记的话 赶快尽快登记 这个杯子就是个喝水的杯子而已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喝水的杯子 北野门内战等到会开始更新的时候就会更新了 我来看一下 舰长群已经重建了,是这个样子 舰长群已经重建了 然后明天开始原本在舰长 明天开始就可以重新进舰长群了 大家就可以先到舰长审核群那边 然后之后明天开始会慢慢把各位舰长引导到 不不不,不是那种会飞的杯子 不是那种会飞的杯子 没有正常比例首办 这个原因我也解释一下和大家老实解释 之所以没有正常的全比例的首办 是因为这个首办作为舰长礼物 必须要考虑性价比 然后所以因此首办的成本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所以到最后就只能做这种比较Q的首办 但是要是以后比如说做大了以后呢 也可以就是当预计有足够大的受众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出那个全身等比例的首办 就是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得有足够顺的观众 然后在经济层面考量是可以回本 可以回本 到那个时候就会出了 不是全身等比例 就正常尺寸的首办 明天区域国别讲巴以问题好紧张 没有关系 你就重新回忆这么几个月 一两年来 在直播间各种巴以相关吹水 你就重新把这些都回忆起来 然后上次讲 你放心 你对巴以问题的理解会超过99%的人 没有问题的 感谢天使动环心 感谢昨夜没睡好 今夜亦无眠 感谢卡夫卡的社开通见长 感谢 感谢漫画 这是 感谢Zack开通见长 感谢漫画贝者开通见 续费见长 朝鲜其实不是抵抗性社会 有必要说明 它其实不是 朝鲜是非常特殊的 说起来 就今天 今天应朝鲜才专门出了一篇新文章 讲述朝鲜的假币传奇 就朝鲜这个国家的经济 非常非常之有意思 朝鲜就很好的证明了 在今天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 你说想用封锁 让一个国家完全无法获得任何用品 完全无法获得任何科技 是不大可能的 你可以对它造成巨大的困难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往往是在进行封锁了之后 反正到目前为止 在我记忆当中没有一个政权是被封锁和经济制裁打垮的 好像真的我一个都找不到 可能偶尔有 但是我所知道的比较典型的案例 没有哪一个国家被经济制裁打倒的 恰恰相反 经济制裁往往会加强政权的合法性 而且它使得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可以被归结到外国制裁问题上 你最典型就是伊朗 就像我不止一次的说过 伊朗的经济问题很多不光是外国制裁 有很多它本国的问题 但是由于有外国制裁的存在 伊朗国内可以轻松的把所有经济问题 全部给一股脑归结到垃圾外部制裁 是吧 所以反而使它政府的稳定性变强了 苏联不是被制裁干倒的 苏联不是被制裁干倒的 而且有必要说明 有必要说明 当时西方对苏联的制裁其实没有那么严 应该肯定没有今天对朝鲜和伊朗制裁来严 当年苏联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和西方做生意的 智力也不能算是被制裁干倒的 不是智力你说什么时代智力 阿联德吧 阿联德那个不光是制裁 那个不光是制裁干倒的 上一次上去讲我的旧金山观点 把老师讲懵了 等等等等 是哪个旧金山观点 是哪个旧金山观点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稍微等等 俄军拿下了赫鲁莫夫和公主辛吉夫卡 辛吉夫卡还没有打进去吧 我开始靠近辛吉夫卡了 但是还没有打进去 对普京表示 对俄罗斯正在为其国家主权和全世界自由而战 对俄罗斯来说 目前冲出具有民主解放性质 西方目标是肢解和掠夺俄罗斯 他们将试图沿着国境线分裂俄罗斯 但敌人不会成功 俄罗斯人不仅仅是一个民族 首先这是身份认同 俄罗斯将是一个会形成新的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文明国家 请问一下普京说这些有什么含义 我会说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所有说的这些都几乎是过去都说了 如果你要说有什么特别含义 就是正式把目前俄乌战争上升到了一个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会说就是 也是我之前说的我去年的观点就是 太多人低估了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的意志和战略决心 这是我去年对于很多人在那边说 打一打就停了 俄罗斯建好就收 或者打不下来就停 我当时就不同意 我的观点就是 这个战争到现在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决心 我觉得很多人没搞清楚 对于普京政权的执政法理性 他对于国内的 包括他自己的决策逻辑都是 之前所有的忍耐 之前所有的准备 都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能力和西方硬碰硬 然后他之所以能够压住国内的对抗情绪 本质上是相当于他承诺了 只要我们握心长胆 我们忍住 我们逐渐的用这样一个符合战略斗争的逻辑 我们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斗争能力 在未来我们可以获胜 之所以其他人跟着普京不是因为普京亲西方 而是因为普京给出了我们终将获胜的一个承诺 那么这回乌克兰就是一个见真章的一个事了 就是要考验他这个承诺 究竟算不算数的事了 你可以说过去十几年 或者至少是过去十年 13年之后从克里尼亚以来 从广场正面以来到2022年 这整整9年核心都是战备准备时间 那他当然不会轻松停 那他当然不会轻松停 QQ群的话 不是QQ群的话 你如果是审核群的话 你上建了之后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 自动回复里面有建长审核群 进审核群 按照这逻辑应该直接打波罗的海 不是啊 为什么是波罗的海 当然不是波罗的海 因为有必要说明 虽然波三一直在犯建 但是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方面没有对波三的反应 做出非常明显的应对 而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B站私信不了怎么要手办 那就加那个嘛 加QQ群嘛 因为你如果是上了建 或者是小额通年度会员 上建的话 你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 自动回复里面进QQ审核群 然后你可以通过那个审核群 在QQ上给我发私信 你如果是小额通的话 小额通那边也有一个 小额通的群 那么也可以进那个小额通的群 给我发私信 感谢复活着金属英雄SE 为什么感觉在网络风隙 又回到10左右 各大平台充实阴阳怪气的言论 就年轻人的第一个衰退周期 年轻人的第一个衰退周期 因为在08年到13年那几年 我们也在面对一个类似的情况 和今天非常类似的情况 本质上也是会面对困难 哪怕这个困难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然后当经济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 社会上各种阴阳怪气的言论 各种乱七八糟事情 就都出现了 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第一次了 这个事情我也说过不止一次 就是你只要经济好 社会各种问题都稳定 你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真正考验人的时候 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是考验 谁能够清醒 谁能够看得清楚方向 谁能够哪怕面对短暂的挫折和困难 还能够坚持下去 所以在那个经济繁荣期的时候 不管是谈爱国还是谈别的 积极向上 每个人都能做到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经典的 只有退朝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在裸勇的时候了 上课的时候听了一个观点 最好的制度把人当做最坏的对待 最坏的制度把人当做最好的对待 我基本上同意 我基本上同意 就是在制度设计上 你必须要假设每一个人会想尽办法钻这个制度的漏洞 钻这个制度的漏洞 你必须这样想 否则你没法设立一个坚挺能够运作的制度 你如果假设每个人都是天使 然后你设计一个 只有在每个人都是大善人的情况下 才能够运作的制度 那个制度马上完蛋 那个制度会马上完蛋的 感谢交路2开通舰长 谢谢 感谢夏明的星空的SC 又来挂着直播间催眠了 好的 感谢都督范续飞舰长 谢谢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阴阳怪系的人赶紧论 其实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之前说的 很多在这边阴阳怪系的人 重点就是什么 你追着问 他发出一个什么观点 你追着问 你这个观点是哪里来的 有什么依据 你不需要用那种咄咄逼人的方式问 你只需要用一个最平和 最温和的语气来问 你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 你为什么形成这个观点 你这个观点的背后依据是什么 等等等等 你一直问 你会发现到最后 多数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所见过多数人就是 当你一直问他就变成 就往往是恼羞成怒 你怎么敢问我有什么依据 你居然不和我一起进行情绪宣泄 你究竟是何居心 你居然要跟我讲道理 多数人最后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反应 建长群明天重建 我之前说了 年底 月底 这个月底下月初重建 这种政治录音P现象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这个其实属于无所谓的事 就你你说那个事我其实觉得无所谓的事 就属于如果一个人说他只是仅仅说阴阳怪戏两句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无所谓的 就没什么很明显的影响 感谢中级T90的SE 私信回复一下 好我看一下 那个是这个样子 还是建议大家可能的话去小河通那边发私信 小河通的直播间现在一直是打开的 可能的话建议大家去小河通那边发SE 感谢风机委员卡安P 感谢只有灵灯飞身才能拯救美利坚两位的SE 我一对一个来 风机委员卡安P的SE 听说了明日方舟官方和UP联合把一个网报二创作者 粉丝制作组人员和论坛人员团体全部送进去了 就是那个吧 就是那个开河那个 列为今年公安部十大典型事件 好像还没有确定 我看得出来是还没有明确确定 昨天明日方舟全在庆祝 米哈尤航在文案里面阴阳一番表示庆祝 这绝对是好事 我完全同意 这绝对是好事 就这种垃圾开河行为 这绝对是要搞的 这个东西正耳八经能带来影响的 感谢之前的 可不可以认为以后的中东是伊朗系大战土耳其系 不太行 目前土耳其总体来说是边缘化的 总体来说 目前除了伊朗系 中东里面排第二的整体来说 还是沙特系 沙特系毕竟算是 算是主导了中东走向50年 所以它的影响力还是在的 主要还是这两系 土耳其在2010年到2015年 一度风头很盛 但是由于比较失败的战略和操作 所以现在土耳其系已经非常边缘了 反而是以后有可能什么的 随着伊朗的威胁越来越明显 有可能会土耳其选择放弃自己独立立山头 而选择加入沙特阵营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土耳其阵营加入沙特阵营 南北两边合作夹击伊朗系 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但是至少现在来说 埃苏丹还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 他还把土耳其认为是中东一方领袖 所以他暂时不愿意这么做 感谢刚才另外一个观众 前些天和群友在群里讨论 如果以色列停止存在以后 中东是否会形成伊朗和沙特的冷战局面 如果形成了中东冷战格局 哪方赢下来可能大一些 如果没形成冷战格局 中东会怎么发展 我倾向于是形成这个冷战格局的可能性存在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大 在于什么呢 就是总体来说 有必要说明 伊朗系和沙特系 这两个的核心诉求 都不是进行区域争霸 而更多还是集中着眼于内部发展 有必要说明就是 中东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特别是伊朗系的茁壮成长 其实是非常意料之外的 原本伊朗的政策 其实本质上就是 把伊拉克从美军手里夺出来 这的重点是 不能让美国驻军在伊朗国际线上 伊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为 都是只为了这一个目的而存在 而结果变成一个搞笑的情况什么呢 就是当伊朗成功的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把美国人赶出去之后 区域内许多国家和组织 觉得伊朗这个模式可行 而且伊朗所表现的对外干预意愿 也让这些国家特别是 什叶派的组织更加激进 他们觉得我只要能够做大 我能够做起来 我就能获得伊朗支持 你像野门胡塞 还有巴林的抵抗组织等等这些 这些其实都有点属于 带枪入火的味道 然后包括叙利亚 叙利亚实际上在叙利亚内战之前 在叙利亚内战之前 叙利亚和伊朗其实存在矛盾的 主要就是叙利亚希望 由他来作为黎凡特地区化石人 叙利亚希望维持对 尼巴林的控制能力 他不希望让伊朗对 真主党具有说独家影响力 所以当时实际上叙利亚和 伊朗之间也是有成的 但是结果是叙利亚战争打完 中东整个大洗牌之后 就伊朗莫名其妙的成长 到了今天这个体量 实际上有很多证据表明 今天的这个事态发展 对于伊朗本身来说也是相当意外的 他们没指望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巴以冲突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今天一天 明天 然后还有再有一天停火 有传闻说哈马斯想继续停火 但是以色列里面可能撑不住了 不要把这个当做是结束 我最近两天已经看了很多人 就特别是国内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说 再一次证明 总体来说英语网络上 对于今天世界局势的判断 远比简中要清醒 我看了我最近两天已经看了太多中文讨论 几乎就已经把这个当结局了 当做是这一波已经打完了 开始总结了 还没到呢 还没到呢 特别是你看以色列那边 以色列那边全都是一副 这只是中场休息 马上要重新开打了 现在的情况是 以色列老百姓都在那边怕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救护下驴不打了 大家都是一种赶快继续打 你赶快给我把这个搞定继续打 那个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已经说了 如果停战 他们立刻退出政府 也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班尼要直接倒台了 他执政马要直接倒台了 所以没法停的 他现在没法停的 不是还是那个问题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也不是一个坏事 但是我明确说 今天的中国网名是全世界最坚信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的一批网名 我明确这么说 我明确这么说 在中国以外的任何网络论坛 日本的 西方的 中东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会认为 今天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 包括俄罗斯的 你去跟他们说这话 他会觉得你脑子疯了吧 你在说什么东西 因为确实你从他们经历来看 和平与发展 你在说什么玩意儿呢 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整体过得太舒服了 这不是坏事 这不是坏事 但是在遇到这种大变革的情况下 你反应就没有那些迅速 没有 这不光是官方宣传 还是因为我们本身日子确实过得好 就不得不说 我们日子确实过得好 不是 是这个样子 我的观点是这样 实际上一直到18年19年为止 我都会说这个宣传是没有问题 就是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本来还有一个办法 就在俄乌开战以后 西方光速认怂 OK西方主导的世界霸权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我们现在坐下来谈 我们来快速重新分配利益 然后接着大家重新回去该干嘛干嘛 重新发展经济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核心是在于 在西方能力实际上已经不足以维持霸权的情况下 他们强行要维持 然后就变成一个经典的衰落的旧势力 原本的霸主和快速崛起的新势力之间的对抗 那自然而然那就搞呗 那还有什么办法 感谢Z.Erik开通舰长 等一下我把之前那个信息回复一下 9点9点半在辽伙天可能10点钟左右开始读书 感谢明王姓存如 如何评价东大和朝鲜的关系 非常重要 因为朝鲜是唯一的军事盟友 而且我的观点整体来说是 在80后上台之后 整体来说中朝关系是更紧密了 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中朝关系会更紧密 因为实际上你比如说放在10年前 甚至我们说5年前 朝鲜作为一个战略缓冲区 对于我们的价值没有那么大了 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随着各国紧张局势快速升级 特别是未来 在东亚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 这个大背景下 朝鲜再度重新会作为我国的重要战略缓冲区 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同时对朝鲜来说 他们的外部环境也在迅速恶化 因此朝鲜也需要更多依赖我们 因此在未来的中长期来说 我会说中朝关系肯定是越来越紧密的方向发展 中朝目前最大的合作利益还在战略层面 对我国来说朝鲜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缓冲带 而对于朝鲜来说 我国也是个必要的后援 这谁都不怪 是这个样子 我并不认为目前这个状态是错误的 以我国过去几十年所面对的情况等等 而且从国际角度来说 我国也是宣扬和提倡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力量 我的观点是这个样子 当国际整体处于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时候 我们没有必要去砸场子 特别是我们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重要祸一方 但是当明显的和平和稳定状态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了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准备好枪杆 这不是说任何人的错误或者什么意义 只是单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就这么简单 感谢花辉首然的SE 未来有没有考虑过重奖战属的系列 看情况吧 最近的规划来说估计没有时间 刚才中级T90的SE 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对于伊拉克战争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 我会说阿布格莱布丑闻可能影响最大是美国国内 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把美军虐服这个问题在国内曝光了 导致一部分原本认为美军是仁义之师的国内的民众开始对美军正义性产生怀疑 至于对整场战争说句老实话没有太大的影响 是这样子 读完现在这本以色列国家军批判史 下一本书我暂时跳下 两一战争时我们之后再回来慢慢补 下一本书我们先读 先读是去年才出版的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叫民兵国度 整个过程从伊拉克战争甚至更早之前开始一步一步的复盘 伊朗系民兵是怎么在美国人眼皮子底下攫取了伊拉克的控制权 就那本书非常有意思 虽然作者有很多偏见 因为作者实际上是个黎巴嫩润人 作者写那本书的意思是 我当初从黎巴嫩跑出来就是因为珍珠党的势力越来越大 现在伊拉克民兵正在变成第二个珍珠党 他们正在架空伊拉克国家 这实在太糟糕了 所以他的立场确实有偏见性 但是那本书本身文笔不错 而且内容的话是同类型书籍里面第一个详细讨论这个话题的 这方面不得不看一下外网对我国的内宣 你是指哪个方面 我觉得那个润人肯定是绝望的好吧 那个润人肯定是绝望的 我当年就是为了躲珍珠党跑出来 怎么现在到处都是珍珠党 怎么跑到美国去还有珍珠党 这个就非常的暴效 这个就非常的暴效 使我想起 要无改的SE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 感谢WCBUP的SE 我看一下 IDF目前官方阵亡数字只有几十个人 如果真的死了成百上千人之后 东方事发怎么办 是这个样子 如果能打赢哈马斯 这个数字之后都好处理 如果打不赢哈马斯 内卡尼亚胡肯定下台 有没有这个数字也无所谓了 所以对于内卡尼亚胡来说 现在一切就是能不能干死哈马斯 能干死哈马斯 别的事情都还能够处理 甚至能干死哈马斯 内卡尼亚胡都很有可能要下台 所以这个数字目前先忙着 重点是能不能目前保证战争决心 先把哈马斯给干掉 要不我改 我没看到SE 你确定发了吗 我没有看到 我刚才一直在看 没看到 刚才有另外一个SE 比较好奇 如果一个人平常老老实实做视频 但只有每年一两天发奇怪视频 那这个行为能被视为阴阳怪气吗 不是我还是那个观点 我的观点是阴阳怪气无所谓 就我的观点本质上是阴阳怪气无所谓 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的 重点是 重点是 它如果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群众影响 没有起到什么煽动作用 就是一年在某 一年可能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口服和阴阳怪气 至少我觉得是无所谓的 我个人是觉得无所谓的 就是他只要说 他没有带来更广泛的恶劣影响 就自己在那边谜语人阴阳怪气 我是觉得无所谓 这不代表我认为他这个人没问题 但是至少我会说 我觉得至少这属于 就是没有必要管的那种 你知道吧 网友想骂随便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属于 没必要管的那种 怎么样评价金的 那个加30%军费的操作 确实有必要 我会说确实有必要 因为目前来看 明年很有可能 明年乌军完全存在崩溃的可能 如果明年乌军真的出现系统性崩溃 俄军需要大规模进攻的话 那么不管是后勤方面 还是控制新区域之后的 那个保障和控制方面 都需要大量的兵力 所以涨军费是很合理的 对 顺便说一句这个问题 伊朗人去年涨了80%的军费 所以什么所谓的伊朗人不知情 伊朗人不干预 我是一秒钟的不信 另外顺便说一句 目前外网传出来的各种 伊朗表示不会干预 哈梅内伊对哈马斯说 我们不会参战 你们自己搞定等等 这些传言都是哪个报纸传出来的 路透社 但是之前就有明确的 在2019年底 那波大规模游行的时候 就有一个明确的 当时就有人怀疑 路透社实际上是被 哈梅内伊办公室当枪使 当时也是路透社 说从最高领袖办公室 就哈梅内伊那边的信源 说已经游行示威已经死了3000号人 后来普遍估计没有死那么多人 然后就是为了给路透社放这个数据 就是为了吓唬示威者 叫他们别闹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过去是有前科了 就是他们那一刻意拿路透社当一个传话筒 往外放出他们想放的消息 很多时候是假新闻 至少就目前来看我看不出任何说 伊朗人严肃的试图想要停火的趋势 我完全看不到 不是路透社投敌 是相当于就是有人在那边奉旨给路透社传话 感谢88848太近的SC 千万不能去王老师店铺大买特买等发货后退款 这样会让王老师损失几十大洋 可还行 可还行 对就是讲干道书了 就是讲干道书了 因为我当时为什么一看到路透社就怀疑这个 因为路透社以前有过前科 我现在都不止那一次 至少有两三次路透社都有这个前科 停战目前是去到明天 哈马斯那边表示有意可能再续个四天 但是以色列这边可能真续不了了 哈马斯一比三坏人是不是亏了 一点都不亏 我明确说一点都不亏 因为什么 对于哈马斯来说重要的是 他们迫使以色列跟他们换服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 他们可以把这个事实拿出去 就是也确实是事实 就是以色列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解放人质 他们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和哈马斯和谈 这一点对于哈马斯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胜利 感谢邀无感的SC 再发一点 好的没问题 你是发的私信吗 我觉得没有说到 好现在说到了 如何看待国考航测材料中 认为主动防御系统可以让坦克面对轻型反坦克武器 生存力提高三倍 顺便问一下 黄霍论是歪打正着还是原家成功 我个人是觉得黄霍论是比较扯的 认为主动防御系统可以让坦克面对轻型反坦克武器 生存性提高三倍 提高三倍 如果是只面对普通的火箭筒和无后坐立炮类反坦克武器的话 我倾向于是同意的 我倾向于是同意的 最近两年会不会打 回答是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中美吗 回答是我不好说 感谢阅文签约作家罗关忠续飞见长 谢谢 感谢远的SC 俄一是不是已经是正式军事同盟了 不是 因为还没有正式条约 但是你基本上可以认为是 简单的来说 就是现代在军事同盟上也是提倡同居不领政 就是大家都不想签 因为签了很麻烦 签了之后盟友打仗 很有可能会把你带进去 而且实际上盟友自己也不太想打仗 你就类似于什么 你玩全战 玩全战很多时候我们签了军盟 然后我们打仗的时候不喜欢拉盟友 因为你如果拉盟友 盟友不参战 你盟约就自己崩了 所以实际上现在也是 就是到最后大家往往就是 我没有正式协议 大家都灵活一点 但是实际上反正就是 同居不领政 同居不领政 是不是2027我会说有可能 从目前的准备节奏来看 2027确实有可能 但是我不认为存在任何的定死的时间线 核心是我方什么时候准备好 以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战机 这是核心 我不认为存在任何明确的死线 怎么看有没有准备好 那就是一个军事问题 那就是一个军事问题了 就像去年我判断一定会打 核心原因是前线的军事态势 俄国人的准备规模 包括今年我倾向以认为 战争会进一步扩大 也是由周边各方的军事态势 这个东西到最后是必须要到具体情况 到具体发生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来一个一个案例来看 就典型的从军事角度来说 去年8月2日并不算是一个准备好的状况 所以不会动手 就这么简单 我当时判断标准实际上非常简单 就是从军事角度上来说 当时这个情况远远不是一个适合动手的情况 仅此而已 就这么简单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也是我之前一直说的 还是有很多人把军事仅仅当作一个非常次要的要求 他们假设主导政治发展 主导世界发展的应该是政治进程和外交进程 然而在这里我就又要引用那句经典话译了 决定我们这个时代重大问题的将不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 无法靠多数票和辩论来决定 最终必须要靠铁鱼血来决定 这句话是用在今天的局势下是非常合理的 感谢SE 俄罗斯希拉维克集团这次战争表现出很强的反霸权斗争性 这种斗争性表现出俄罗斯多高的统战价值 值得俄罗斯以后跟我国的长期反霸权合作吗 首先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用希拉维克集团这个说法 原因是普京集团实际上在2013年到2023年这时年 发生过很多次的变化 他现在这个集团已经远远不是一个说简单 希拉维克集团可以解释得通了 至于是不是反霸权斗争性 我明确说不是 我可以明确这么跟你说 你可以明确 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任何质疑 俄罗斯属于一个经典的在战略思想上秉承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霸权国家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任何怀疑过 我从来不认为说俄罗斯打乌克兰对抗北约是什么反霸权斗争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它本质上是一个为了保障自身势力圈和影响范围进行的霸权行为 只是单纯在我看来在下一个时代这会变成常态 不止它一个国家 会有很多国家都以类似的模式类似的逻辑来做事 所以仅此而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这个合作是一种反霸权合作 但是我确实认为 在未来当现行的美国主导世界制度世界秩序崩溃的时候 为了建立新秩序 俄罗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对象 这一点我是明确是这么认为的 感谢Julius Caesar 明年如果川宝胜出对抵抗制度会有什么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特朗普重新上台 共和党对伊朗是更加激进更加打压的 但是能不能打压的赢不好说 因为实际上特朗普上台从17到21年 伊朗其实在增强的 虽然苏莱曼尼遇刺 但整体来说伊朗系变得比特朗普上台之前更强了 所以大概率对抗会更加激烈 但是我不认为今天美国人压得住伊朗人 感谢风神966的SE 有说法是IDF步兵班火力不如哈马斯步兵 所以向战吃亏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 班级别的话IDF火力是强于哈马斯的 不如珍珠党但是强于哈马斯的 他向战吃亏更多是不愿意下车 而且IDF的CQB训练程度明显很差 你像这种向战你就是得拼CQB 你必须得有CQB能力 你没有CQB能力你就是打的难看 IDF不下车下车不可敌 感谢某某控股的SE 会会我相信你是秦始皇 给你打SE 是不是说我给秦始皇打火钱了 是没错没错 你相信我是秦始皇 给我打钱 等我以后统一天下给你封的关好吧 感谢打钱 如果乌军系统性崩溃 俄罗斯会不会再搞224那种大穿插进攻 还是其他模式进攻 说实话我不认为俄罗斯现在会搞大穿插 因为什么呢 叙利亚模式的核心精髓是什么 叙利亚模式的核心精髓 恰恰说句难听的就是苦老百姓 就是苦老百姓 包括你如果实际上 乌军现在乌克兰现在还在花大量的资源 保证后方城市的正常运动 就你比如说对俄罗斯来说 以后如果要攻城的话 他真的不一定说我要快速攻城 他甚至有可能刻意决定 我让城里人饿几个月 我让城里面人饿几个月 让你知道饿肚子有多难受 然后以后我们再说 所以我认为就算除非是乌克兰出现了高速崩溃 和大量城市主动投降 否则我认为俄军甚至有可能说 哪怕在他们评估 可以执行大规模突破 他们都继续在差不多目前战线上耗着 因为目前战线的话 对于乌军来说也很难受 乌军补给线也很长 继续耗着 对乌军继续进行消耗 就你说句难听的也算是 光明正大的正面战场消灭乌克兰人口了 你毕竟目前这种打法 你并不能指责是俄罗斯 在对乌克兰进行种族灭绝 严格意义上你可以说 是乌军的超高强度 透支人口能力的动员模式 他们在自己对自己进行 感谢风机委员卡恩皮特斯 昨天新闻有我国芯片龙芯突破了 是不是标志了卡帛子问题 已经阶段性解决了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因为我不是相关专业人士 这个问题你需要看相关专业人士 但是这个问题说实话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一直不认为 这个卡帛子能够长期吃下去 因为说句老实话 就是从过去20年的经验来说 绝大多数所谓的卡帛子 不是那个技术说真的有多难 在多数时候 是要么是我国投入不够 要么是过去可以非常轻松的 从外部购买到同类型的产品 然后价格成本很低 所以我国本身没有这个动力去发展 然后有些时候想要去做的人 他会遭到内外买办联合绞杀 但是一旦说真的有足够的政治决心 有足够的动力 一般其实也就三五年的事情 所以芯片卡帛子 这事说白了 我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担心 感谢姚文和鱼软文会的LC 双尔会是你在我心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让我太痛苦了 你这个坏蛋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毫无感情的把你的SC读一遍吧 感谢吃橘子的老回SC 会不会是秦始皇 我要比前面高点的官位很还行 而且关键是我看到国外的 包括阿斯麦那边也是建议不要卡 他们的观点也都是 你卡了几年中国弄出来 我们更不用赚钱了 将来出现了15米深的剧情推发 我怎么看 我其实感到意外 因为我之前谈到过 以后战舰反舰 有可能是用反舰弹导弹 有可能是用 就是要不是巡洋舰带 要不是核潜艇带 反舰弹导弹导弹 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如果要用反舰弹导弹导弹的话 你就肯定要更深的垂发 所以我个人是并不感到意外的 感谢B站永不收费的SC 请拉拉耶多画几张 我们等着抽收藏集 女仆和花架想想就开心 是这样子 你如果想要这些题材 我建议你直接去和拉拉耶约稿吧 拉拉耶本人应该也在建长区吧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找拉拉耶约稿 我之后确认一下 如果拉拉耶不在建长区的话 我把它拉进去 然后欢迎大家去找他约稿 想要画各种题材都可以 我没有意见 因为反正大家约了稿之后 之后我也可以拿来白条 我们大家都获得利益 你获得了一张你想看的话 我这边也获得了新的 我可以白条的作品 就大家多崇利 约稿我不抽成的 约稿我不抽成的 你跟拉拉耶约稿我不抽成的 没事 我无所谓的 我不抽成的 所有钱都是拉拉耶真赚的 你直接去和拉约 我没意见 我没有意见 我看一下别的 我看一下 等一下 羽神五鱼的S 羽神五鱼 我还没看到S1号 我一会儿在 感谢羽神五鱼的赞场 感谢羽神五鱼的S1 既然有发电弹幕 我也来一个 请富有感情的朗读 Exterminate Exterminate 好了朗读好了 感谢羽神五鱼的S1 国内会有4V中章的话 主要看PAP机动2总 他们对未来城市 角肉战斗准备了很多 CQB是练得最好的 我基本上同意 我基本上同意 想提问的话怎么打场 S1呗 是有DW粉呢 这一位这两天 还跟我在群里讨论 对DW的现状 感到非常的悲伤 加纱会连续 警果多长时间 都打不动了吧 不至于 不至于 从目前来看 双方都还挺有干劲的 昨天晚上还有乙军吉普车 因为违反交火协定 开进了 违反停火协定 开进了哈马斯控制区 吃了AED呢 所以就 就 就 非常的 就 双方都还有余力 我会说双方都还 非常有余力和热情 继续打下去呢 不是 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 把这次误认为是停火的 还是看的太少 以前基本每一轮 巴以冲突 不管和珍珠党 还是和哈马斯 也是属于打到一半 然后大家停火七天 其实为什么停火七天 主要是国际观瞻 一般是美国人在后面压 以色列 你不要打得太难看 你打得人道一点 你打得太难看 我对阿拉伯国家不好交代 周边阿拉伯国家也是 以色列 你不要打得太难看 你打太难看 我没法对我国内民众交代 然后停火七天 我们把民众哄一下 然后接着他再重新开火 某种意义上 这个停火七天 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实际意义 但是多数一下 就是哄一下外人 多数时候就是哄一下外人 都说暂时停火 以色列国内都在表示 内塔尼亚湖 你绝对不能停 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光是国内有 以色列国内 以色列国内是反向的 内塔尼亚湖 你绝对不能停 你敢在线台停 就立刻给我下台 特别逗 特别逗 不是 西方施压还是有意义的 有必要说明 有必要说明 但是西方施压是这个样子 它属于羊汤纸费 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 但它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它只是一个拖延而已 不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远远不是所谓简单的 中美的利益收割和分配问题 远远不是怎么样一回事 你如果仅仅只把 今天面对的问题 视作一个中美的利益分配问题的话 那我可以明确的说 你完全没有看清楚这过去十几年世界的发展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中美双方 美国坚持的这个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是一个在国际上有一个划分非常明确的统治阶级 也就是欧美或者所谓的黄金十亿 然后有除了这个统治阶级以外 全部是被统治阶级 而且这个规矩是不许变的 这是今天美国所要的效果 哪怕你削尖脑袋 哪怕美国人妥协说好 我允许中国也加入这个统治阶级 也不代表这个模式就可以稳定了 这个模式依旧无法稳定 为什么这个模式无法稳定 因为恰恰是 它这种阶级分化导致什么 导致原本的统治阶级 被普遍被许多人还依旧在幻想为 人类进步和文明象征的黄金十亿欧美这批人 到今天已经腐化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腐化到今天整个北约加在一起 搓炮带甚至搓不赢俄罗斯 甚至可能只是俄罗斯炮带 算了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就是这么夸张 就是这个所谓的黄金十亿 已经腐朽到一个无以复加的一个程度了 这是一个根本矛盾 这是一个根本矛盾 感谢语言的艾西 怎么看待俄罗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战 把自己成功塑造成了一个反美反西的形象 得到很多人支持 因为确实没错 他确实反美反西方 而且有必要说明 你不要把第三世界国家人当蠢货 你不要把第三世界国家人当蠢货 大家都非常清楚俄罗斯究竟想要的什么 但是对多数人来说无所谓 只要你俄罗斯反美反西方 你把乌克兰吃了与我无关 关键是你反美反西方我看的爽 你不要以为第三世界国家真的相信 俄罗斯没有任何霸权想法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你霸权主义只要跟我无关 那你霸权主义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在我看来 俄罗斯对抗美西方 对我来说是好事 那大家就支持 就这么简单 感谢赞克来的思议 想起高达GTO里面 南极条约名场面 所谓谈判只是规范战争方式 因为大家都想继续打进去 没错 今天也是 今天巴以也是 大家都想继续打 如果通过这段时间做了补充 我觉得哈马斯 建设时间能够多久 我之前的观点也从4到6周延长到了8到10周 延长到8到10周 加上这一周停火的话 那么就是应该大概是支持到 12月初 12月的第一周到12月底左右 虽然我现在感觉可能更久 因为从这次 这次停火角度来说 从这次哈马斯能够贯彻落实停火 然后还能够有效的清点 组织人质 送还等等各方面来看 哈马斯的组织和整体的战斗模式 战斗意志 它的根本的军事组织 依旧还健在 还远远没有被消灭 所以我会说 还早 因为实际上有必要说明 我不知道怎么很多人好像有种错觉 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北部了 以色列现在北部差不多就只控制了一半左右 而且剩下没控制的地区 还有很多是很难肯的密集城区呢 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哈马斯继续打局肯定要记 为什么他还想继续打局 没错 这个问题就是你从第一天就得开始问的 为什么哈马斯明明面对的是一个必死局 然而哈马斯打的气定神仙 就我只能说我们看周边一切情况 我最后能够得出的决论 就只是哈马斯一定获得了某种 哈马斯一定获得了外部安全的承诺 保他不死的承诺 否则的话 他到现在应该已经是对外透露出慌乱不堪了 但是明显不是 到目前为止 哈马斯每一步操作都非常有章法 而且同时有必要说明周边包括野门 包括黎巴嫩 包括伊拉克的升级 是明显在不断升级的 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继续升级下去 这个会爆发成 北边黎巴嫩真主党会直接下场 这个推断并不是什么非常过分的推断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状态 感谢东方LC宇的LC 看了五图三世界观感觉很有预见性和现实意义 许多东西都预言到了 五图三剧情我不太熟 不不不 有必要说明 有必要说明 哪怕从哈马斯自己来看 并不是牺牲 我不认为对哈马斯来说这个是牺牲 因为有点什么 就是讲句难听的 讲句难听的 如果哈马斯不动手 他实际上稳不住袈裟 袈裟的社会状态 实际上在开战前就非常糟糕了 过去几年大规模的毒品滥用 人口爆炸 工作机会不足等等各方面 已经是无解了 就是再这样发展下去 哈马斯真的就面临去年 那个黎巴嫩经济学家说的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内战要么对以色列开战 那在这两个当中 我宁可选择对以色列开战 我宁可死在对以色列战争当中 也不愿意死在内战 这也是去年就是一个 亲珍珠党黎巴嫩经济学家 他论述在当时珍珠党和以色列 就海上化解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 论述为什么 我们宁可打仗 如果没法满足 我们要求我们宁可打仗 因为这经济和政治 这经济和社会状态已经没法搞了 再这样下去不对外开战 我们就要内战了 哈马斯也面对同样的情况 也是个问题 开战之前加插失业率40% 感谢明清明开中见长 谢谢 所以谈不上什么牺牲 你待在原地也是死 所以你要理解 为什么我对他们战争规模 扩大如此有信心 因为他那个情况 真的就跟俄罗斯在2022年一样 就是开战反而是理性行为 你不要觉得 你不要觉得他们开战是非理性行为 恰恰相反 他们这开战完全是理性行为 不是人均寿命时吧 是平均年龄时吧 损失不大 这次在补充了弹药的话 真能耗到明年 确实有可能 因为这都12月了 那耗到明年并不奇怪 不是 加杀太能生了 我觉得你换你是 那个状况也得生好吧 因为什么 就算从战略角度来考虑的话 哈马斯想要破局 也必须要靠人口 他必须要靠人口增长 来强行跟以色列拼 因为加杀没有别的资源了 他只能靠人口了 你要理解 加杀地道本质上什么 本质上是使用劳动力优势 来以此来抵消对方的火力和技术优势 好吧 就对于哈马斯来说 他目前不管是招募这么多兵员 还是挖地道 他全都需要大量的年轻壮年劳动力的 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从目前来看 依旧会升级 从目前来看 重新开始交火之后 依旧会升级 人那么多有足够的粮食养大吗 你好 有的 总体来说我也说了 食品科技 粮食技术 农业技术的发展 使得我们可能是真正进入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发生经济 发生经济衰退 不会饿死人的状态 你哪怕过不了多好的日子 但是饿不死 在今天实际上面对的更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 是 不是你身体饿死 而是由于心理状况过于脆弱 导致在发生经济衰弱的时候精神撑住 当你感觉自己好像熬不出头的时候 虽然你还有饭吃 你拿个死工资 死工资日子能过 但是你在精神层面能不能支撑住 这个才变成今天的大问题 随着未来经济越来越发展 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 日本营养失衡好吧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那没有办法 日本农业本土保护太重了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太离谱了 等一下 我来看一下这个SE 感谢富士豪华牛棚的SE 现在实体民众抱着嗶嗶大喊快点 设进来这么多 一定要负责和继续 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就 好吧 这个比喻我就不深究了 这个比喻我就不深究了 感谢高达富皇的SE 除非波斯堡宣战 否则这帮废物就是不相信 抵抗之谷搞的事 那没有办法 这个就类似于 俄罗斯没有宣布是战争 而是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俄罗斯一定没有 一定没有认真打下去 就类似于这个 就类似于这个论点 这个论点没什么意义 就哪天伊朗人真打了导弹 他们都不会出宣战 好吧 就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觉得会宣战的 你要理解一个问题 就是宣战 公开宣战这个东西 是什么年代的东西 它是19世纪的东西 它是在那个 还缺乏足够的通报方式 还缺乏足够信息手段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号召 宣战在很多时候 与其说是给别国看的 不如说是告诉本国国民 我们现在要开始打仗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 当然还有更早 宣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 但是重点是它的核心意义 在多数是为了向本国国民宣布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战争状态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让大家知道 我们进入了非常时期 但是现代不一样 现代恰恰是尽可能的 一边想要打仗 一边让国内保持正常的经济秩序 生产消费等等 来维持国家经济体系循环 这是一 第二 现在通信手段太多 你不需要明确说开战 大家自己看新闻 大概心里都有数 所以现在谁还搞宣战呢 没人搞宣战了 等一下什么东西 网上看 二二一讲话不算宣战了 二二一讲话不算宣战了 你如果二二一讲话算宣战 那伊朗对以色列宣战宣了多少年了都 问一下小额通年度 会不会送PDF读出的原文 原版我一般都上传了 但是一般是英文的 感谢远的SC 为什么网上有些人坚决否认 别人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否认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价值 这个我也不懂 因为哪怕是我就正常自己做人 我都会试图分析 别人有哪些做的不对的 别人有哪些做的不对的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然而好像很多人就是觉得 我一定是完美的 学别人的好像就丢人子 我个人是不懂的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那种想法 感谢宇生5G的SC 提到信息量 我觉得19世纪对信息获取的需求高 还是如今战争对信息获取的需求高 可能是今天 因为今天相比19世纪 我们的战争所面对的维度变得更多了 陆 陆 海 空 太空 19世纪只有陆海 然后兵种 技术装备也不一样 还有电磁玻璃 所以肯定是现在对信息的需求更多些 美国会不会气急败坏 拉整体北约准备进攻抵抗之虎 拉倒吧 为什么伊朗人这么有自信 整体北约他们早就见过了 伊拉克战争就见过了 伊拉克高峰时期 北约全部各国军队加起来也有10万多了 他们现在连这个规模都拉不起来 所以就是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伊朗人 美国人只要动员全军 美国人全力押上 伊朗人肯定撑不住 为什么伊朗人敢那么大胆搞 在伊朗人看来美国动员全军 我们早在伊拉克就见过了 也就那个鬼德性 就你要理解今天伊朗 特别是伊朗军事领导层 对于美国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心理上的口序的 并不是什么盲目自信 而是因为他们真见过 你当年北约同时阿斯汗伊拉克两面包夹伊朗 最后也没能怎么样 最后还是被伊朗人给手撕了 那他现在怕你个锤子 而且再说了 俄乌打成这样 北约连弹药都没有了 哪来的脸呢 不存在的 对今天还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对对对 现在群里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必要说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乌克兰人到底动员了多少 以及北约究竟送了多少武器装备 今天刚讨论这个问题 有必要说明 乌克兰一个旅级别单位 在多数时候是同级别 格军旅的编制的至少1.5倍 有时候在两倍以上 以乌克兰著名的第三突击旅 也就是亚素营而言 第三突击旅 现在手上是有四个 五个吧 应该是有五个步兵 和一个装甲营的 然后同时五个步兵营下面 都是有独立的无人机支援单位 每一个营下下两个排击炮连 一个120排和一个82排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三连制的 有一个三营制的一个炮兵集群 两个升管火炮银 加上一个火箭炮银 它的编制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北约的话 155炮弹一共送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200万发 100万发肯定有 从去年到今年 100万发肯定有 所以乌军那个编制规模相当大 然后乌军国土防御礼 下面直接给你塞6个国土防御连 所以就从开战同时 包括装甲车坦克 你比如说M777 M77送了多少呢 M777几乎把美国人的库存给送完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美国这批M777为什么能够剩下 是2010年左右 当时美国陆军改革 觉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治安站步兵不够用 然后把炮兵编制裁了 几乎把所有炮兵单位编制裁了一半 也就是说相当于 相当于这一半的当年M777 几乎被裁了一半的编制 都送到乌克兰了 那么数量上来说 单M77应该就是350门到500门左右 差不多是这个数量 而乌克兰那边肉眼可见 别的不说 单从6月大反攻以后 我记得有人直接在那边硬数 能够数出来的被摧毁了M77 从6月到10月份应该都有100门了 你知道乌克兰人拿了多少外部军援 欧洲那边是正儿八经 把冷战库存通通都给送过去了 然后你如果要说的话 我们从编制角度来看 就算上 乌军的前线兵力 差不多应该是六七十万 就是乌军维持总共战斗兵力 然后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 差不多有三四十万而已 你如果要算上去到今年已经被消灭的乌军兵力 我们如果按60万左右乌军阵亡来算 虽然现在有一个更夸张的数字 有一个更夸张的数字是乌克兰从去到今年 阵亡和失踪112万人 我们姑且不按这个 我们只按五六十万人的数字来算 从去年到今年歼灭的数量 差不多相当于战前俄军总共能用的陆军机动兵力 也就是20万人左右的两到三倍了 好吧 所以就我觉得很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 乌克兰人的动员强度有多高 是AS90几乎已经全送乌克兰了 MEA送了31辆了 MEA送了31辆了 已经能送全送了 已经能送全送了 不是 那个112万是阵亡加失踪112万 他很有可能有大量跑路的 不是 112万是阵亡加失踪 不是伤亡 不是伤亡 是这样子 他很多失踪大概就是跑路 大概就是当逃民 这种情况估计比较多 扎波罗热公式可以说现代的尼维尔 是吧 你说那个著名的尼维尔公式 有点那个味道 有点那个味道 那个原话是乌克兰电视采访上面播的 那个原话是乌克兰电视采访上面播的 是110我记得还比较清楚 112万5600多有灵有整的 有灵有整的 阵亡和失踪 阵亡和失踪 感谢绝绝关下1811的 我看一下 看看国内各个大学或者机构的中东研究所 出版的书的销量 就不应该对国内大部分谈论中东政治的网名素质 抱有任何幻想 俄军军事演变的书籍销量 对比谈论俄军拉的人数量 也是一个完全的笑话 不要和在某一领域 无知但又很有表达语的人争辩 对于避免高血压有显著效果 这不喜欢高血压为何不去玩战雷 谢了告辞 钱包顶不住 钱包和杆都顶不住 感谢喵士TK的SE 我甚至有一个阴谋论好吧 我甚至有一个阴谋论就是 战雷刻意 战雷在FSB的受益下 特意把收费机制搞得这么坑 刻意搞出一大堆拉跨数据 用来勾引各国玩游戏的军迷 玩了高血压之后 爆本国装备数据好吧 就是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World Gaming已经变成了一个 FSB用来套取各国机密军事信息的 钓鱼网站 感谢喵士TKSE 现在机器人大爆发 不远的将来 机甲动力甲T800会不会出现战场 动力甲确实有可能 动力甲确实有可能 因为你如果外骨骼能解决 能解决供电问题 然后外骨骼外面搞个全包式的装甲 那不就是动力甲了 对是该进 欧美炮弹库存以前有哪次消耗的特别大吗 还说只用这次就见底了 就这一次 真就这一次 反正说比较夸张的 乌克兰战场一天炮弹消耗量差不多顶过去 在伊拉克战争一年消耗量 可能不到一年 但是肯定能抵一个月的消耗量 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这里就体现出战腿四万的另外一个设计上之前的思路了 不管在桌面上还是小说里面 就星际战士的装甲单位是不值钱的 有必要受理 星际战士装甲单位的价值 就是把人送到对方脸上 然后把人放下去 之后车路被打坏了 车组成员直接下车跟步兵一起作战 打完了之后再把车拖回去 你还真别说 这一点非常符合俄乌现状 不管是我看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的纪录片 还是近几个月俄军很多攻势 都是这个思路 他不再像过去一样把车当作宝贝疙瘩 而是不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的作用 就是把人拉到对方站好脸上 然后立刻放下把人放出来 有时候车组成员都要跟着一起上 车被打坏就坏了 当你一次性冲锋套件用 他的唯一作用是快速把人送到对方脸上 直接吓人 你这么稀卡人 技术军事的大部分战团里面就是个修车的人 你不要指望他有太大话语 感谢SC 我觉得如果接下来是西州到春秋 谁有资格竞争春秋五吧 不一定是五个 我能够明确想到的 比较我现在划分的话 比较明确的 中俄一美欧这五个 然后比较有潜力的 潜力比较明显的 还有南美有巴西 然后如果中美洲要分开看的话 古巴未来有可能 如果说前提是 古巴发挥影响力的前提是 未来如果中美洲完全崩溃 那么古巴有可能趁机借这个时间 扩大在中美洲的影响力 古巴情报机构其实一直都非常活跃 然后再也就是北非有阿尔及利亚 南非的话其实不好说 甚至有可能是安格拉 不不不不 古巴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小 有必要说明 古巴没有你想的那么小 而且在中美洲 包括南美洲局部 像委内瑞拉等等 和古巴的联系非常强烈 你得把古巴想象成一个 类似于南美的真主党这种组织结构 特别是古巴的军事组织结构 古巴的军队和古巴 应该是情报组织局单位 他们相比古巴政府 其实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 中南美包括一定程度上 有传闻啊 中美洲的大量难民等等 其实是由古巴特工煽动的 古巴特工煽动方法 就是告诉他们 美国是天国 你赶快润到美国去 然后在这帮润人里面 招募潜在古巴间谍 所以就古巴人 在中南美的影响力还挺大的 感谢多仙史的SE 好我一会确认 感谢八块腹肌的夜宵的SE 阿根廷的鬼要算不断崩溃的开始 也不是阿根廷 反正我就观察一下 阿根廷我就观察一下 感谢断耀曼的SE 感冒了买两瓶黄桃罐头 好的好的谢谢 感谢感谢 我还挺喜欢吃黄桃罐头 放上屏幕30秒 等一下 这个图我打不开 稍等 这个图没加载好 就等 对 这个经典图片来了 这个经典图片来了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把这个放开来 我把这个放开来 好 对 应观众SE要求 把这个放30秒 印度的话是这个样子 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争霸的时候 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其影响力可以扩张到国境线范围之外 而在这一点上来说 印度实际上 它一直哪怕是控制和整合南亚这方面都很糟糕 它的对外投放国家影响力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强 印度肯定有潜力 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 印度没有体现出说对外投放 在哪里搭上补打一下 如果是小合同的话 你得扫码你得那个扫码进来 然后按右下角的赏 有个赏的标志 用那个来打赏就可以 三哥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光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印度GDP整体来看 长期平均数 差不多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 谈不上特别快 印度更多是因为体量摆在那边 所以总体看着大 但是发展速度其实一般般 算了算了 今天再聊 以后可能10点半就睡了 因为前两天感冒刚养好 今天状态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今天就全部聊天 就再聊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睡了 有点困了 莫迪不算天降为人 莫迪不算天降为人 有必要说明 莫迪的队内整合思路 其实本质上跟元首的队内整思路是比较像的 莫迪实际上就是在内部创造一个敌对群体 通过这个敌对群体来整合他自己的基本盘 然后有极强的沙文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 在莫迪任期内和周边的几乎所有国家 我找不到哪一个例外 莫迪任内几乎和周边的所有国家 关系都是处于下行阶段的 包括对传统来说 印度几乎完全控制的布丹和尼泊尔 印度的影响力都在下降 和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些都不用说了 还有缅甸 原本莫迪在这边试图推进东晋政策 试图打通缅甸 以缅甸为门户 加强对东南亚的领导影响力 但是也基本上失败了 然后对国内就是无限妖魔化穆斯林 就基本上就是把印度国内穆斯林 当作德国当初对犹太人的搞法 而且玩法都差不多 我跟你说玩法都差不多 什么在穆斯林家门口图标记 什么包括21年那次大规模新德里大暴乱 把几条穆斯林老街区全部烧成灰烬 纵火什么的 玩法都差不多好吧 你要理解莫迪那一套是怎么玩的 不 南亚几个小国和我国关系密切 实际上就是过去十年的事情 和印度在那边乱搞有很大的关系 卡夫卡德社来的CEO看一下 看到一个网友对我国国内自由派的观点是这样的 国内自由派的核心理论 这一就是反对底层组织化 虽然他们自己很少直接承认这一点 这点我同意 从实际情况来看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玩解构的并非只有木田 但木田是玩最多的 并把解构作为主要输出手段 那么解构对谁的损害最大 是利维坦吧 当然不是 利维坦是靠实际的权钱交易组成的组织 是不怕解构的 因为钱和权没法被解构 只怕解构的就是底层老百姓 因为底层恰恰是缺乏权和钱的 所以底层要团结 很大程度就得靠宏大叙事 这恰恰是自由派们反对的 结果就是自由派理念 导致自由派很难依靠自身力量 去实现自身目标 那结果自然是寻求外力的支持 要么是攀着另一个利维坦 来消灭这边利维坦 这就导致自由派的秘密化 要么是攀着利维坦 内部权力矛盾导致崩溃 这导致自由派对革命的抵触 要么是攀着资产阶级推翻利维坦 毕竟资产阶级有钱有权 所以这就导致自由派 普遍拥护资产阶级 但由于国内的资产阶级 与建制关系颇深 以及行为普遍污点严重 所以自由派虽然拥护资产阶级 但却对具体的资本家 和民主企业态度恶劣 这一点也与资产阶级内部 谋论有关 差不多 我基本同意 感谢深光海涛的NSC 是没有朋友去古巴旅游过 古巴收入很低 对 崇亚媚外的现象很严重 毕竟离美国太近 正常 专门给外国游客服务的 酒店服务生月薪才50美元 但就觉得自己高别的古巴人异等 因为自己能伺候洋人 古巴现在黄色产业也很泛滥 我朋友晚上去酒吧 就当地帅哥跟他说 我可以操你 你给我多少钱 可还行 一般20万元就够 会西班牙语还可以更便宜 他说古巴帅哥美女特别便宜 基本就是西班牙和古巴的花园 出酒店就有人画反卡色罗涂鸦 对此怎么看 古巴这个国家还有未来 其实正常没什么意外的 跟我所听到的情况也差不多 就没办法 因为古巴那边偷渡美国太容易了 毕竟是亚拉原型 毕竟是亚拉原型 但整体来看 我也不觉得这群人能够推翻古巴 请注意 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没法推翻古巴呢 因为对于物田人来讲 偷渡去美国 远远比推翻古巴要容易得多 古巴和亚拉相比 唯一的差距就是差一个神药 那真是就是差一个神药 孤岛惊魂6 那个安东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他真的干的还行 朝韩会有出土 我的观点是大概率会有 在未来十年内 我说朝韩爆发小规模摩擦的可能性高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摩擦会规模变得更大 或者说未来十年 我认为风险最高反而是南边主动冲北边 而恰恰不是人民军南下 因为以目前的朝鲜国防政策 我完全看不出 它是采取一个公式国防政策的味道 朝鲜在多数时候符合经典的孙子兵法所说 辞强而禁区者退役 恰恰是他并没有很明显的进攻欲望 所以往往他会在言辞和对外表现上特别激进 防止对方得寸进尺 感谢麦克伊医生的SC 巴西被李戴淘江上概率罢 怎么样定义这个李戴淘江呢 我没太懂 之前乌克兰苏梅周周上说 该州可动的人口资源值得8% 估计差不多 因为苏梅人不够 在去年年底就有征兵办的人说 去年年底就有征兵办的人说 苏梅人不够 以后要做好准备全民皆兵 每个人都得杀 他们当初是说过这个的 我看不看好印度未来的发展 不是很看好 我不是很看好莫迪政府 因为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莫迪这套逻辑是元首的逻辑 那么你猜猜元首在经济下行期干了啥 你就你如果在我看来 我会说未来印度和巴基斯坦 或者和斯里兰卡之间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和巴基斯坦之间 完全有可能爆发战争 巴西日本人我觉得不大可能 我觉得不大可能 就还是个问题 就是我今天说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想要理代淘江取代主体民族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社区 你需要从上到下一家老小 整个整个社区班 你需要打通一整条 你既有人在端盘子 也有人在从事高端职业 也有人在从政 从低端到高端都有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社区 你才能够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结构 你才有动员 你才有能力去理代淘江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不管是华人在美国还是日本人在巴西 我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取代当地在于什么呢 这些移民往往都是中产以上的技术类移民 包括说去年实际上润人整天说说说 到最后润美国人才2.4万 我当时看到那个数字咬牙切齿 怎么不是24万 就绝大多数现在过去的移民 多数是技术移民 而技术移民在多数时候 没有太大的动力说去进行组织和斗争 技术移民一般更加倾向于直接融入当地环境 加沙这一波让美国对我们的压力减低了很多 于是对加沙人感觉有亏欠 这点怎么看 这一点你就要学习中东网友的辩证观点了 这一点你就要学习中东老和的辩证观点了 首先目前加沙所遭遇的不是单方面的屠杀 而是双方面的博弈和抵抗 对于抵抗组织而言 把以色列引进加沙进行地面战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诚然这对加沙带来的巨大的毁灭和打击 但是也只有把以色列卷入地面战 加沙才能够有效的对以色列带来打击 同时加沙的民众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 和加沙的抵抗组织正处于历史最强的时刻 这两者并不矛盾 同时两者都同样重要 不是说其中任何一点 不能用来抹灭和否认另外一点的重要性 原话是 Neither cancels the other or denies the other This is the reality 就在这个方面 中东网友的辩证思想和看待加沙问题 明显要更合理一些 感谢收尾 Moussa的SE B站私信发张图 那位其实你以后方便的话 你要不直接QQ给我发算 因为B站私信有的时候特别的奇怪 我看一下 这应该是 我看一下 这是断剑的是吧 断剑玩了大概15个小时 Beta 遇到各种各样人 分割大致分为三种 机械化至上 空书 优势火力学说 机械化至上分别是 画灵为整 非洲战法学说 和决战计划学说 可以 你这个太长了 我之后看一下吧 非洲核心理论 建立于地图尺寸之上 因为你的步兵填不满所有楼 所以你防线一定有漏洞 核心战法为有就冲 多数乘无装甲高速小车 不断往战线上冲 有时候真的能找出 敌方未射防或者薄弱处 偷掉敌方高价值单位 逼迫敌对前压力量后退 以免被包围 类似于哈尔科夫反共车 乌军吉普车队 我同意 我同意 我现在组卡就很多都是 我今天组了一个 虽然我今天没匹配上 我今天组排组里面 一大堆VDB垃圾兵 坐着虎视往前狂冲 就便宜车 在上面整个战线 计划思路就在整个战线运通 决战计划学说 多数忍者 前线稳定后主打一个忍 憋个十分钟 部分忍数高超崩二十分钟 然后一波A上去 此战法确实可以打出 赏心悦目的阻隔权 有时候难以想象 指挥官敌人占领的前面的城区 我方战线无法推进 没事我已经为这波攻势 存了二十分钟的兵 框A上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战场是战场上 战友们我们即将发动 迄今为止最大的攻势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为了胜利前进 对面楼学陶二短号回来 你好 回到地堡 玩家退出游戏 这个确实有可能 这个确实有可能 就说句老实话 就目前的现代战场环境 不管是现实还是游戏 说真的 不是很适合这种 攒一波大规模进攻 对方可以各种精确制导火力 为你吃到饱 所以我 我确实同意 这个打法很有可能 你退版本 这就是扎波罗热思路 扎波罗热思路 第三类优势火力学说 俗称打黑枪 核心战法 开局海出大量火炮 然后开始微操 在没有配合的情况下 基本上在放烟花 紧出少量步兵在后方摸鱼 具象化也就是 别架枪了 进点下包 玩家内心活动 队友崩了 为什么让我增援 这个世界 只要我和我的冰宝小姐就够了 这就是经典的 我愿称之为IDF战法 好吧 我愿称之为IDF战法 第二类空输 基于空降这个机制 衍生出了学术 基本战法为 开局运输机 塞满一波 一波修哈 优点在于极强机动部署 能在敌方重装单位 到场前 快速抢占关键点位 缺点是 赌你的队友和对手 出不出空忧 修哈失败就会死 每次放飞都是赌徒心理 至于有人问我 为什么没有空忧学说 借由外国友人一句话 你的高价值飞机非常好 它是我的S300爱国者旋转 我同意 第一次测试的感觉 就是目前空战 空军不是很好用 因为防空太多 太普及了 确实不好搞 那个确实不好搞 我基本同意 所以你看这个就很写实 这几种战术都是我们在真实战场可以看到的战术 我是非常期待到时候断剑明年正式发售或者公开测试的时候 我非常期待看到一群人骂娘 断剑说真的 就我目前来看 我今天把断剑你们各个单位数据看了一下 断剑数据策划真是有点功益的 就是它在尽可能保证游戏可玩性的情况下 各个武器装备数据包括细节是很贴近现实的 你比如说像凡塔克导弹射程为了现实 为了贴合现实它是改短了 但是实际上就是 它那个你比较的话 各种比例是能够对得上的 你就比如说标枪的射程就比像陶氏和短号来的要短这种 就有很多这种细节 断剑是Broken Arrow 目前是封闭测试 对确实得先有人玩再说 他如果做的好 而且长期更新的话 确实有可能说 取代红龙 因为红龙确实 红龙只推进到90年代 等到时候看看 其实我非常期待断剑以后出个什么 虽然我估计很难 但我是非常期待断剑以后出个以色列国防军 出个伊朗或者出个珍珠党 让大家可以实操体会一下 哪怕没有好用的坦克和重装甲 靠着比较过硬的轻步 和各种奇奇怪怪的装反坦和导弹的玩意儿 是可以打仗的 断剑至少目前 从我上次测试的感觉 和我今天只是看兵牌 因为我还没匹配上 我今天看兵牌的感觉是 断剑里面坦克真的不适合海坦克 海量出坦克是要被暴打的 我PPP今天试着匹配没匹配上 我今天匹配了半天没匹配上 我跟你说 你断剑那个模式要是给你搞个说 30分哈马斯步兵小队 里面带两根亚心 我觉得都能把很多人搞破防 因为什么呢 断剑里面步兵不便宜 多数步兵一队也要七八十分那样的 你如果真有个廉价十人队步兵带统子带轻武器 30分垃圾兵 那其实还挺厉害的 那其实还挺厉害的 感谢重申之前的SC 谢拉格新剧情能不能再出一次视频 不一定到时候看吧 到时候看吧 我怎么评价莱塔尼亚 我老实承认 由于我记错了时间 这回半周年剧情 我还没看呢 我没看 我当时以为是晚一天才结束 然后再一看怎么没了 所以我承认这回半周年剧情我没看 莱塔尼亚整体风格就是一个德意志奥地利风格 就断剑至少目前 这次测试版本来看 基本上是俄军走 俄军走高价值精锐人少路线 而美军走天灵盖硬扛火箭弹路线 就差不多是这样 马润的一个步兵队应该14个人吧 14个人还15个人最大的步兵班 这一回真变成天兵拿天灵盖印号狼牙棒了 莱塔尼亚不是德二的 莱塔尼亚更加偏向于奥地利 会不出断剑游戏攻略和游戏推荐 等正式版出了再说吧 等正式版出了再说吧 因为天兵现在确实是这样 就不得不说 天兵现在确实是这样 上次测试里面 VDD和马润都是大班 错误的 上次俄军大班是俄军预备 俄军预备也是10人班 VDD几乎全是5人班 反正这次测试俄军最大的步兵班 是禁卫模部 禁卫模部是8人班 还是比马润来的要少 感谢塔维克齐的SC 22年开始俄军那波突击 是否有达到目的 能给我们经验教训 我觉得总体来是达到目的 我觉得总体来是达到目的 至少如果按照俄军本身的说法 按照俄罗斯里面的讨计 这个我倾向于是合理的 是战争头一周左右 俄军阵亡了 应该头两周 到三月初的时候 俄军阵亡1500到1600 然后预计的乌军的阵亡 是16000到19000这个数字 而且从当时来看 确实第一波突击 对乌军来说 是打得相当措手不及的 然后我们如果看的话 前两周也确实气势如虹 各方面都取得了快速突进 但是之后更多是 乌军不愿进行谈判 然后接着原地固守 依托城市 而俄军兵力不足以啃下城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你如果要我说 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界限价值是什么 是如果以后要动手 那么不应该寄希望于任何谈判解决问题 而应该按照现代战争经典结论是什么 必须要第一时间切断对方的广播电台 然后在现代还要必须第一时间切断对方的网络 在对方的重要城市造成混乱 让对方不知道究竟城市什么状态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你需要用少量的特种部队迅速控制广播电台 然后立刻放出说已经占领 局势已经受到控制 过去几十年 每一次武学开城 几乎都是要 你必须要尽快控制住城内广播电台 所以这一点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你必须要尽快打掉对方的通信指挥和动员能力 断建明年应该可以出吧 没有就是步兵班 这个编制是没有问题的 有必要说明 机部的编制一般就是九个人左右 那个禁卫魔部八个人的编制是合理的 马润那个十五人步兵班也是合理的 因为马润计划当中的改革就是十五人班大班 我会去看拿破仑的 但是我对拿破仑没有什么指望 说实话就我目前看到的片段和那几个宣传片里面 我现在对拿破仑有一种非常糟糕的预感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就奥斯特里兹会战 双方不是献猎 就一群人往上冲 就雷德里斯科特给我的感觉是 大哥你在拍的不是古装剧啊 大哥冲锋不是那么冲的 哪怕是自刀冲锋也不是那么冲的 大哥这是献猎战争 你在干什么 雷德里斯科特你在干什么 十五人算大班还是小排 马润算班了 他算班Squad 反正我看起来是非常糟糕的感觉 他那几个非常糟糕 他那几个非常糟糕 他那个感觉看得像打群架一样 你知道吧 他那个预告片里面 奥斯特里兹会战 双方冲在一起 双方对冲之后 是大量的单兵在这边打群架状态 没有没有 他那个不光是黑法图人的问题 就是你稍微了解一点 献猎战争时代的战争局面 你都知道他那个拍的不对头啊 感谢中级T904号的 伊德利布是怎么形成的 伊德利布化什么 乌坎林伊德利布化形成了吗 伊德利布化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太复杂 这个问题只要一个小时以上的量 你可以去找我之前的一个录播 在我录播组里面有专门谈过 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专门讨论叙利亚模式和伊德利布化 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简单的来说就是 伊德利布化的核心要素是 让那些支持恐军 让那些支持极端分子的人 自己尝尝 他们支持的究竟是一种 怎么样的社会模式 而不再把他们当作 需要保护的国民 相当于把一部分人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 我们将不会说强行 说要把你融入整合 批评教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后只有用脚投票 你如果要证明 你终于政府军怎么办 你自个儿拿起枪来 去跟恐军斗 否则的话 你就做好准备 在你自己所梦想的 所梦寐以求的 那个乌托邦 不管是 不管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不管是塔克菲里乌托邦 IS乌托邦 那个哈里巴乌托邦 还是班德拉分子乌托邦 你自己享受一下 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 感谢28开营阳的SC 家在韩国开建筑公司 这两年前越来越少 感觉快到头了 这方面过来沙特 我们强了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沙特那边不好说 沙特那边不好说 其实我还是在观察 你如果想要在中东做生意 从迪拜开始 迪拜那边本身 已经特别熟悉 和外国人打交 要么迪拜 要么卡塔尔 在中东做生意的话 从这两个点开始做 会比较好一些 这关于在中东做生意这一点 其实之前也有观众问过 我当时的建议就这样 你如果在中东做生意 你如果是做贸易转口 你不是自己做产品 或者工业品输出 或者是有什么卖什么的话 这种商业前科类的 那么建议卡塔尔或者是迪拜 这两个地方起步 这两个地方有非常成熟的 帮助外国人做生意 帮助外国人入中东 你就把这两个地方理解为 中东的新加坡 就是当你需要去那里做生意 你往往会考虑 我的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当地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中东的总代 然后所有中东生意从这两个地方走 这是常态 然后接着在此时上 你如果想继续发展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伊拉克 因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几年 在伊拉克已经有相当多的产业和耕耳 然后不管是当地的华人商人 还是外交等等这方面 都已经比较习惯了 然后是同时伊拉克本身有很多商业机遇 然后不太建议去伊朗 也不太建议去土耳其 至少不建议一开始去 因为伊朗那边基本上是属于 就是它虽然有商业契机 但是它本身在很多方面 管理什么各方面都很乱 然后还有很多的外国人投资限制 所以就是你如果来伊朗做生意 你得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当地代理 这样才能考虑在伊朗做生意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如果是做建筑行业的话 我说就是在卡塔尔和迪拜那边起家 也是属于不错的地方 不太推荐去巴黎 不太推荐去巴黎 拿涡扇9做个双发 不算94倍吧 那个已经太老了 感谢元的SE 建筑可以考虑俄罗斯 准备到处去乌克兰做重建生 感谢9F的SE 美国一直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可以认为我们和巴勒斯坦 有相同的敌人吗 这是同情加差的理由吗 可以 这个当然可以 就是整个抵抗之乎都非常明确 抵抗之乎的战略数学 就是把美国赶出中东 但是有必要说明 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的 如果美国完全被赶出中东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未来将在东亚 会把更多力量部署在东亚 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在情感上可以同情 但是得意识到 在战略上 虽然我国和伊朗系抵抗之乎 有同样的对手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支持 他们的每一个诉求 因为实际上对我们来说 美国依旧在中东 维持一定的战略存在 对我国来说是有利的 感谢圣君主任 问题会发在小河通上面 并且标B站名字 好的没问题 没问题 OK 你直接发就行 因此如果老美带着北约直接冲中东 就很乐 这里的问题是冲谁呢 我建议好了 我建议为了最大化乐子 老美带着北约联军直接去冲击胡塞 让我们来再度见识下野门疯狂山脉的含金量 直接去冲胡塞 进行最大规模两期登陆 和本世纪以来有最强军舰机会 进入胡塞正面硬碰一下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秩序 为了维护美国心心念念的战略连战略通信线 一定要保证红海的通行畅通 为了保证红海通行畅通 一定要剿灭胡塞 直接上去冲胡塞 感谢麦克伊医生的S1号楼 我有个设想 假设开战之后 我方用足量的精确打击 全天候监视与打击对方战备仓库 机场 雷达战 军营 基地 港口 发射警 部队补给点 补给枢牛等军事目标 彻底压制敌方战略反击力量 全天候监视与精确打击 敌方电厂工厂的彻底瓦解敌方战争潜力 这种战略火力下 我方陆军开始推进 当我军遇到敌方抵抗力度强的据点后 呼叫量大管宝的时间短缩的火力支援 这种设想合不合理 算不算优似火力学说 我说设想本身合理 但是实际上在计划层面上来说 理论上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理想情况 但是就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考虑的是 有可能可以通过高强度的压制 前期摧毁对方的有组织抵抗系统 但是要考虑这样一个摧毁模式 对方可能还会有大量残存的少数的散兵游泳 而这些单位如果他们提前训练过 有提前的预案 以小单位模式作战 还是可以拖很长时间 虽然我不认为我们的假想对手有 我不认为我们的假想对手有 这算不算优势火力绝对方可能算 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假定这是一个时常犯的错误 大家假定说炸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你需要做大量计划 具体打哪个目标 每一枚导弹跑去打哪个点等等 都是一个很复杂需要中意计划的过程 所以实际上就是需要时间准备需要时间计划 需要有情报需要有追踪 它实际上是个算是一个很累的体力活 固定目标是知道在哪个 固定目标是知道在哪 感谢时光守卫者GOT看中间这样 谢谢 而且你得协同 因为你这样打的话肯定多个不同的发射平台 每一个平台你的陆基导弹往哪边打 群航导弹往哪边打 然后弹道往哪边打 而且你为了保证打击效果 你还得先压制对方防通 你得先把对方的防空弹给打掉 这个本身也需要时间 就是它其实是个手艺活 它其实是个手艺 我看一下 在俄乌战争当中 目前阿富提夫卡非常火热 支持乌坎的阿富主认为 阿富提夫卡虽然三面被包围 后勤被各种炸 但是也借此机会成功对好几万的俄军士兵进行杀伤 按他们的说法 俄军在这场战争里面阵亡已经超过30万了 拉倒 连扎谷日内都只敢开口说俄军阵亡15万 哪来的就30万了 要是30万的话 俄军早就第二轮动员了 傻鬼玩意儿 美日本军衔认为 俄乌两军火力对比 乌军已经超过了俄军 并且整场战争 乌军对俄军杀伤比非常好看 乌军非常惜命 我当时人都傻 这帮支持乌克兰人 有的人都不愿意承认 俄罗斯工业能力是比乌克兰强 第二点就是个人分析 这些支持乌克兰与支持以色列的阿富主 大量观点过于跟主流观点直接对撞 它既不是对主流观点的补充与弥补 更偏向于对着干净 就非常标准 对以色列保持高强度包容 对俄罗斯人间蒸发 第三点也是我个人总觉得 我觉得最有营养的一点 就是分析事件发生的时候 尤其分现在这种正在发生的事件 带入上帝视角是很狭隘的观察方式 这会让你分不清当事人 到底有什么动机要做这个事 上帝视角更多是让第一时间圣母化 道德飙升 这点我同意 这是搞笑的 我觉得搞笑的 就是现在所有的欧美和乌克兰军事博主 包括那些比较理智的乌友 都是一副赶快给炮弹 赶快给炮弹 目前俄罗斯前线全线炮兵压制 我就只看到简中在那边吹 乌军炮兵有优势 我建议是这个观点 他放到欧美 他放到推特上 在乌友社区校被骂死的 前段时间一个铁杆乌友 David D 刚刚因为说 俄军卡52已经都被打掉了 已经都被乌军防空 和乌军Tagmas炸后方打掉了 然后立刻跳出来 三个理智派乌友围着他说 你这个傻逼什么打掉了 我上周去前线问 他们还说卡52问题很严重 你个傻逼在说什么东西 你现在上去说 乌军占优势 但是要被骂傻逼的好吧 在目前乌友圈子里面 你随便去找几个理智派乌友 什么Tatari Gami 什么那个 Michael Volterson 什么Rob Lee这种人 他都会告诉你 现在局面很艰难好吧 现在是需要西方尽全力支援 和提供武器装备的时候 我没见过哪个 都别说理智派乌友了 我没见过哪个国外的 稍微有点规模的乌友跟你说 乌军目前占优势 特别是乌军火力占优势 我真没见到 我真没见到 这的问题是到最后所有这些 说乌军占优势的就是 那你既然这么占便宜 那欧美可以不用援助了吧 你都这么大赢特赢了 还需要什么援助 连Tatari Gami这种在6月之前 不断的论证 乌军占有优势 大反攻能够瞬间突破 能够取得成功 好吧 虽然Tatari Gami没那么极端 他认为大反攻不会那么容易 但是他认为乌军可以取得想定战果 至少拿下托克马克 有可能打到梅利托波尔 就现在都不敢这么说了 现在都是一副 都已经 就现在乌友都已经不太敢预测长线了 他们只敢说 你赶快给我武器 给我弹药 我们现在可以守住阿弗迪弗卡 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 阿弗迪弗卡那边引入了太多资源 导致俄军在巴赫木特方向 在库皮扬斯特方向 都在发动反攻 然后乌军还在那边赫尔松里面 傻乎乎的拿人头去撞 说老实话 现在连激进派乌友 我只看到国内在吹赫尔松大姐 在乌友当中 几乎都谈都不愿意谈赫尔松 因为赫尔松现在几乎很明显 是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 为了奠定自己地位 打了一场政治仗 所以连乌友现在都不太敢谈赫尔松了 大哥 别这样 别这样 大哥 就 就 你录的那个言论 你现在发到外板上去 要被当革国人反串 来 我们要不直接读一个理智派乌友 对赫尔松大反过的评论 来 我直接来读一个 大家就知道 而且这个观点我也确实同意 我们直接来个理智派乌友 感谢你二比你的赞赏 谢谢 我很希望美国被坑进去 但这意味着我们在吃 加沙老百姓的人血馒头 怎么看 这就是我说亏欠加杀的原因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还好 因为抵抗之湖那边也觉得坑进去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就是这个大家都有自身的本国 是很正常 这很正常 这里就要引用康德的名言了 这就要引用康德的名言了 把人当作工具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你要知道 这一点我同意康德 就把人当作一个 把人当作工具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你不是把人仅仅当作工具就可以 严格意义上来说 当你坐出租车的时候 你给人出钱 让他帮你从一个地方载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也是把它作为某种工具 某种形式在利用 但只要你不是完全把它当作工具 你还是意识到 他是一个人 他会有个人的想法 他会有个人的需求 他会有个人的感情 并且尊重这个事实就OK 这一点我是同意康德的 就一定程度的误化 在不磨灭人性的前提下 对人的误化是可以接受的 我同意 感谢尼尔敏 听了惠马木试经 我觉得你从黑名单中 放出几个简中颠老鼓鼓鼓 欣赏他们每天脑内算计 消灭几个俄军 消灭几个哈马斯 喊打喊杀病态的乐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完全可以 来来来 我们来翻译一个理智派 乌有的说法 理智派乌有 Michael Walterson 这老阁安静了好久 这老阁安静了好久 来 11月26号 对赫尔松方面的分析 对蒂涅伯和战线的分析 在乌克兰夏季大反攻失败以后 有大量的外部注意 被吸引到了蒂涅伯前线 特别是赫尔松周边 那么许多人开始琢磨 乌克兰在这方面的攻势 能够为未来战争带来多大的影响 赫尔松城是俄罗斯在第一阶段开战初期进攻时 所拿下的唯一座首辅城市 在当时俄罗斯方面非常有信心 能够保持控制赫尔松周西部和赫尔松主城 在当时俄军各方面情况都非常的乐观 他们建立了完善的防御 并且有相当顺利的部队部署在这一区域 但是在夏季出现了游戏改变者 至少是暂时的游戏改变者 当乌军获得了海马斯系统之后 他们开始获得有能力精确的打击 俄军在地涅伯河上面建立的各做永久性和临时桥梁 那么这使得俄军前线面临着严重的后勤困难 在最开始这个后勤问题还不明显 因为当时俄军在地涅伯河以西囤积了大量的物资 但问题是当乌克兰方面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后 俄军难以补充这些快速损耗的物资 双方在这一区域都消耗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 但相对来说乌克兰方面能够更加快速的补充他们的损失 而俄军则难以获得补充 在这一背景下 俄罗斯军队明智的决定撤回到地涅伯河以西 这样一来规避了任何由于缺乏物资导致前线崩溃的风险 2022年11月11日 俄军正式撤离赫尔松组成 撤离了地涅伯河西岸 在那之后 双方都在地涅伯河两侧建立了较为有效完善的防线 2023年6月6日 卡霍夫卡大坝溃坝 然后当时导致位于大坝和黑海之间的区域被大幅度淹没 但是淹没的区域主要位于地涅伯河东侧 俄军控制区域 那么这导致在当时这个区域没有办法组织任何战争 同时也导致俄军原本布置的前沿防线被完全冲毁 但是俄军主防线本来就不在这个区域 而是位于更东的区域 因此俄军主要防线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样一来 差不多大半个夏天 地涅伯前线都相对安静 而接着卡霍夫卡水库的水位快速下降 在俄军方面许多原本被淹没在河底的小型的沙洲岛屿重新露出 那么这使得水位逐渐的重新回到正常 在那以后许多专家开始预测 会有潜在的乌军强度地涅伯河发动进攻 那么认为会在新卡霍夫卡南北两个方面发动进攻 许多在乌克兰方面的支持者都希望 通过乌克兰在卡霍夫卡水库以南发动进攻 能够直接快速突破赫尔松 切断克里尼亚和东欧的陆地连接 然后接着从背后直接突击梅利托波尔 也有一些人希望在安赫达核电站 也就是扎布罗瑞核电站附近 乌克兰进行两栖登陆 然后接着直接从俄军扎布罗瑞防线的后方开始发动攻击 如果只在地图上画画箭头确实很容易 但是想要实现这些作战计划却非常的困难 特别是两者中间隔着一条大河 任何发动进攻的部队都很难保持补给 俄军在去年秋季无法保持补给 而乌军今天面对的问题却更加艰难 因为俄军在炮兵直升机战斗机导弹以及无人机和电子战方面 相比乌军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可能唯一乌军的优势就是依旧拥有长距离火箭炮和海马斯 虽然这一点我也很想吐槽 说的好像俄国人没有一样 然后他就是下一句 随着俄军开始快速使用 快速使用朝鲜产的KN09远程火箭炮之后 这个优势可能迅速被打消 我想吐槽是俄军有龙卷风S好吧 就是乌军有海马斯能够构成优势 它不代表说俄军没有对位的东西 单纯是俄军有远程打击 乌军也有远程打击 乌军这个远程打击对俄军带着的麻烦 俄军并不能靠着更好的远程打击 直接中和掉乌军的海马斯而已 在今天双方都没有能力跨越地涅薄河 建立一个良好的后勤补给能力 而如果没法建立后勤补给线 那就没法进行大规模进攻 因为任何大规模进攻都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 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 可能小规模的步兵单位 能够对核对岸发动突击 但是想要长期维持这种步兵单位 非常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地形问题 总体来说 乌克兰一方所处的地涅薄河西岸和扎波罗沦方向 乌克兰一方都是位于高地 而对于俄罗斯方面 从卡霍夫卡到安赫德核电站的阶段 则是由俄罗斯处于高地 那么双方总体来说都拥有高地 但是这个高地都不是在河岸刚一渡河 而是要稍微靠后才能抵达这个高地 这是第二部分 当我们开始分析地涅薄前线的整体情况 整体特征的时候 我们再来重新看今天的乌军越过地涅薄河发动的攻击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 在夏季公式后期 乌军开始大规模越过地涅薄河发动攻势 并且开始在东部的某些小岛上和中间的三角洲上建立了永久阵地 那么包括在安东诺夫卡大桥南端的小镇达契也建立了一处阵地 在那之后这区域一直爆发小规模进攻 在东北部的柯扎奇 乌军也一度试图占领这一村庄 但在经过了漫长战斗之后被迫撤退 在最近一次乌军开始越和进攻 占领了另外一处定地点Konky 然后在那以后前线相对稳定 在达契方向 俄军尽量避免反攻 因为由于乌军占领高地 俄军每次反攻的时候 乌军都可以发动炮击 对俄军造成伤亡 但同时俄军也没有必要进攻 在达契南部 俄军有着相当坚固的防线 意味着乌军使用他们过河的有效资源 难以发动进攻 而在另外一方面 在Konky方向 俄军的防御则躲在了乌军的炮兵 和乌军无人机之外 那么在这里 乌军多次试图向前进攻 进入森林 但都被击退 那么在其他方向 乌军也发现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可以过河 勉强建立一个桥头堡 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保证他们进行大规模进攻和突破 俄军尽量规避 进行伤亡过大的反攻 而他们更多是主要注重于 对于不同动身的乌军阵地 发动同时攻击 争取在乌军开始渡河 正在渡河和渡河之后 这最密集的时间 对乌军造成大股部的杀伤 特别是当俄军开始使用大量新的 有夜视装置 这应该是说的那批带着热神像买FPV无人机 在俄军拥有夜视无人机之后 前线乌军的战况变得更加糟糕 那么在之前他们可以借助晚上或者夜色掩护 偷偷划船强渡地涅薄河 而现在任何时间想要运输和补给都变得非常危险 如果他们假定他们昼夜不同运输 然后总共承担大约10%到15%的损耗率 那么这种运输就没法维持 乌军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使用这种小艇偷渡 很多真就是两个人划那种独木舟 使用小艇偷渡没法有效在地涅薄河东岸 供应一支大规模的部队 或许他们可以在承担重大代价的情况下 维持几个由轻步兵来进行防御的小型潮头堡 然而他们最多可能能够部署的 同时部署在河东的 可能也就一个女的轻步兵 没有任何的重装备 而这样一支部队根本就没有能力 对俄军防线进行突破 或许他们如果愿意接受惨重伤亡 不断补充的话 能够维持住桥头堡 那么同时也有些专家认为 俄军应该向后撤 占领更加安全 更地理位置更好的防御阵地 那么让俄军离开乌军炮兵范围之外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很多些所谓的高地 仅仅比河床要高20到30米左右 那么一旦俄军后退 意味着乌军能够更容易的渡过地涅薄河 然后这意味着 他们有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桥头堡 来进行未来的突破 在未来 大概率俄军的措施是 不对乌军进行大规模进攻 以此来规避遭遇伤亡 但他们同时也不会向后撤退 而会尽量地继续维持目前阵地 对乌军进行密集回打击 至于乌军桥头堡能够维持多久 主要取决于乌军承担伤亡的决心和能力 最后的结论就是总体来说乌军越过地涅薄河的强攻 对俄罗斯克里米亚的防御基本上不构成任何威胁 但这些攻击可以拴住相当数量的俄军资源 同时对乌克兰以其背后的西方支持者带来一定的士气鼓励 那么和基本上和过去一样 乌克兰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获得一场公关胜利 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则尽量避免伤亡 选择结合在地面进行防御战略 同时在空中进行进攻战略 对乌军后方打击 但是相对应的这个战略也就意味着 在未来几个月当中 他们可能被迫要容忍乌克兰在前线取得一些公关性的胜利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个算是非常理智派乌友了 我甚至都不太觉得这位能够被称作是乌友 这位说我支持乌克兰我感觉多数人都讨论 他多数人都在说风凉话 但是我确实同意他的观点 他观点基本上总结了我对目前乌军赫尔松进攻的看法 S1漏了好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感谢中级T9人家S1 海湾战争有什么负面影响 海湾战争的负面影响是我先说的 海湾战争不应该被视作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应该被视作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海湾战争时期很多东西是没法复制的 包括但不限于联军能拉出60万人 这个在今天以及潜在的未来是不存在的 是不大可能存在的 包括在我国未来进行的可见战争当中 我们不大可能能够聚集这么大的兵力 而另外一方面 萨达姆那种大规模部队 在毫无掩护的沙漠上等着挨炸的情况 在未来大概率也是不会出现的 海湾战争正冷战结束了 不管是随着各国军队规模开始缩小 还是随着陆战争的变得越来越分散 从原本的大兵团作战变成破碎的大量小单位的作战 那么这些都意味着冷战时代的结束 也就是海湾战争不应该被作为一个理想的未来战争的蓝图 它实际上是一个过去旧时代的最终的谢幕 这是一个最重要需要理解的一个问题 包括海湾战争空中战役的策划者 约翰·沃登在他生前最后几场演讲当中 自己都说 我当时就说过一个重要问题是 我们不能指望未来每一场战争都会和海湾战争一样 敌人会学习 敌人会变更 每一场战争应该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例来进行分析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不在潜在的未来东北和东南都不会是百万规模 我明确这么说都不会是百万规模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你看我军目前能够动用了机动兵力的规模 都不会是百万规模 如果要南方的话还要渡海 如果要北方的话 实际上那边的战区能够维持的兵力规模也是有限的 随着我军合成化程度的上升 火力程度的上升 同种级别单位所需要消耗的物资补给 相比过去是大幅度上升的 以后不大可能 不管是南边还是北边 对于我军来说 未来参战规模不大可能是百万几 中型旅会不会起到类似于一战战群 中型旅我的观点是这样 中型旅的整体的需求是 在未来能够在进攻战中 能够在进攻战中击败对方的 在助累防御情况下的轻型步兵单位 能够在防御战中击退对方的重型装甲单位 中型旅如果能够完成这两个职能 还有就是能够在高速突击的过程当中 追击和歼灭对方未做好战斗准备的各种单位 包括重型单位 就是我说中型旅就是近代骑兵的作用 它的重点实际上在于冲锋 中型旅实际上在这一点我同意法国人思路 中型旅恰恰是得有骑兵精神 恰恰是得做好发动冲锋的准备 在这一点上面就不得不说当初一个著名反应了 当初应该是哪一次诸日文 那次应该是有详细报道 当时的中型旅应该是一个完全换装 并且应该是我军最早数字化部队之一 然后当时对中型旅的使用就不是骑兵思路 而是骑马顾兵思路 是靠着快速轮时机动 然后迅速占领点位之后 布置了大量固定阵 而且缺乏足够的预备队 结果是进攻的蓝军是一个重型旅 蓝军相对来说非常轻松的 通过大量步兵在坦克的直射火力支援下 大量步兵和攻兵 依靠烟雾和有效的进攻路线规划 一个一个的把中型旅守军的点给拔掉 这就是一个错误做法 就是他仅仅利用了中型旅的战役机动能力 快速进入战场 但是进入战场之后 他相当于骑兵原地下马列阵 来硬扛对方的重骑兵 但是当对方 不是硬扛对方的重步兵 但是当对方过来之后 对方选择的不是直接冲击他这个列阵的下马骑兵 而是开始选择依靠火力优势一点一点的突破 一点一点敲规壳的时候 他这个就没法弄了 所以中型旅恰恰得有骑兵精神 对那次好像应该是青铜侠2020是的 反正青铜侠是出过几次经典负面案例 包括有一次是进攻队形好 这个重型旅 进攻队形堵在路上 然后接着吃炮吃到饱 也出现过一次案例 不是不是 那次不是大巴伦硬冲 那次不是大巴伦硬冲 大巴伦硬冲 你应该说是我说的另外一次 那次好像青铜侠2021 还是另外一场 反正那一次是当时硬冲 然后没有提前做好道路侦查 没有提前做好部队分层 然后吃炮吃到饱 应该是那一次 感谢Oka的SC 说白了对抗火力最好的办法 就是隐藏自己 隐藏自己最好的办法 尽量缩小规模 没错 感谢团子妹妹超狠爱的SC 感谢会会治疗了我的失眠 声音真的很好听 其次30年来全世界一直在打仗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后30年也不会停 30年后也不会停下来 并会改变世界格局 怎么分辨出前30年打仗 和后30年打仗就不一样了 一个狠点下里 前30年的战争当中 特别是93之后 绝大多数战争 并不涉及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 甚至不涉及代理人战争 而在未来 类似于俄乌这样 就重新回到冷战模式的 两个大国之间 其中至少一方直接下场的代理人战争 会变得越来越多 也就是前30年和之后30年最大区别是 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 在过去30年比较少见的 但在未来会越来越多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中型旅行 不是 我忘了那场是哪个单位 但是明确说了 是属于试点单位 是属于最早换装 2020年也不就了 是属于最早换装 最早数字化和信息化的部队 就那个单位是非常明显的 就属于过于拖大了 就是觉得 我只要能够快速过去 我占领防御阵地 我就能靠着防御和火力优势打印 然而不是的 完全不是的 防御阵地想要维持 你必须得有机动反击力量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换了新装备之后 思路还是老思路 因为我忘了 我忘了具体是那个单位 那个单位以前应该就是相当于是 应该是做92的单位 以前应该做92的单位 当初传统的92轮战思路 确实是快速把部队拉到指定地点 然后快速下车组织防御 主要就是这个打法 它更多是作为一个相当于大型的 机动坦克兼机车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在未来的话 中型旅的目标应该是能够作为骑兵作战 不 不是轻骑兵 反而是重骑兵 重骑兵的关键是什么 不能冲列阵步兵 但是需要抓住战机 找到对方队形临散的时候 用决定性冲锋机会对手 向战角如果能做到彩六同等水平 在如今战场会不会相当于阿斯坦克 也没有 彩六那个就是个 就是个比较标准的一个 一个近距离作战模式 也谈不上说阿斯坦克 凤凰来S1号 私信不看一眼 如何区分真正的抵抗行动于恐怖主义 上课老师提哈马斯 直接给了恐怖分子帽子 这个是很明确的 这个是很明确的 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定性是 非国家行为实体 因政治因素蓄意有组织 对平民发动袭击 这一点的话 哈马斯以前可能可以算 因为以前哈马斯是明确 对大量以色列民用股标 发动过自杀式袭击的 所以以前可以算 但是这一次不是 有必要说明啊 我觉得现在很搞笑 现在很多人说的好像 10月7日 哈马斯进以色列境内 就是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 这些人好像都忘了 哈马斯最开始进攻 是直接冲烂了 IDF的加沙防线的 好吧 是整个IDF加沙周边防御线 完全崩溃了 所以这一次 你真的只能把它视作为一个 军事奇袭行动 而不是单纯的恐怖主义袭击 而且说你老说哈克国籍 巴勒斯坦问题有特殊性 因为以色列人也不做人 所以你就很难 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说哈马斯 这个属于恐怖主义 而不是对等报复 怎么说呢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什么 就从古至今 人类就发明过各种名词 用来否认对方 军事行动的正当性 恐怖主义 不过是今天发明的名词而已 你到最后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在战争过程当中 往往是双方都有自己的道德正义性 而并不是你给他贴个恐怖主义帽子 就没有正义性了 你今天也可以骂以色列是恐怖 但是你也不能说 以色列作战就没有道理 往往是双方都各有各的理由 双方都各有各的正当性 所谓一个人的恐怖分子 是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战士 在这里就非常贴切 总而言之不要指望有完美的战争 不要指望有完美的正义性 战争从来就是一个在道德上处于灰色领域的东西 轻骑兵和重骑兵的区别是啥 一般来说的分辨方法是 轻骑兵的主要作用是 侦察 骚扰 骑射 多数时候不承担决定性作战 而重骑兵是 需要对敌方发动冲锋 这个点包括应该恩格斯都说过 从古至今 骑兵的核心特征就是体内冲锋上 能不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密集冲锋 这就是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区别 轻骑兵和重骑兵就和轻步兵和重步兵一样 它不是一种装备性的划分 而是一种战场职能和定位的划分 你可以全身穿板甲 然后结果你还是轻骑兵 比如说30年战争时期 荷兰人的黑骑士就是 黑骑士应该是有全套的骑手装甲 有两把手枪 各项装备非常齐全 然而他多数时候 他是被划划归为轻骑兵 为什么 他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骚扰性袭击 在防御战时 让对方骑兵没法发动冲突 没法发动冲锋 给己方步兵争取足够的时间进行列阵 所以黑骑士一般被列为轻骑兵 而不是重骑兵 裸男拿着木棍骑马冲敌也是重骑兵 对没有啊 重骑兵可不是清出陌路的 这一点就有必要说明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 清朝入关以后骑兵衰落非常快 反而是欧洲各国在当时 在清朝建立以后 欧洲各国的骑兵 当时应该是30年战争时期 30年战争到19世纪 欧洲骑兵的进步变化 主要在训练 马正和战术方面 变化和进步非常之快 清军后期骑兵很糟糕 发完收件信息我之后会回复的 你等我登记 我登记完了之后会回复 感谢新门吹雪SC PLA现在搞超高空长时间制空飞艇 怎么看很有用 超高空长时间制空飞艇 可以依靠高度优势 进行长时间的侦查 而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对单目标进行跟踪和观测 这使得对抗实名性目标 它非常有用 大家很多人在谈侦查 其实忽略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时候 你需要长期的跟踪 因为什么你从你看到对方 到你发射武器是有时间差的 这也是很多人 我认为很多人 不应该过分的夸大无争八的意义 无争八的最大意义在于什么 无争八的最大意义在于 它给了你一个 能够对哪怕是防御非常完善的目标 月顶侦查的能力 它的最大价值在于 对那些固定目标 特别重要的港口基地设施进行观察 以及打击一轮之后进行后效补补 这是它的价值 就是你得把无争八理解为一个 类似于U2和SR271黑鸟那类的东西 这类装备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指望单靠这一个东西 实现所有战场目标 实际上很多时候 特别是你如果要打击机动目标的话 你得一直跟踪那个目标 不断修正弹道 指导你的武器命中 这个时候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和高空长航时长制空飞艇的价值 就非常明显了 所以是很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宏观和微观是不一样的 吃瓜可以只看宏观 深入了解之后看到全都是一个个的人生 在10月7日戛然而止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良心不知道要如何看待 所以专门等直播时间来问问 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想要研究战争你必须一定程度上跳出普通人的良心 你必须在保持这个同情同乙心的同时 你得有能力从一个宏观和冷酷的角度来看待战争 否则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深想 你不要深研究 你如果要深入研究 你必定要面对这些道德煎熬 你如果没有能力忍受和承受这些 那你就不要深入研究 就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这个也不是每个人必须要懂必须要研究试 就你忍不了就不看就好了 没什么大事 这个就好比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打游戏的时候你会一定考虑 这每一个你派上去在一线送死的兵 都是一个人他都会有家人 就你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但是你该怎么打还得怎么打 飞翔速度很慢 会不会生存力不足 回答会 包括高空长航式无人机生存力也不足 但是什么呢 这种东西很多是和平时候用 就相当于我架个高倍率望远镜 在那硬盯着你偷窥 我和平时期你又不敢动手 你又不敢先动手 我和平时期我把我要侦查的 我要监视的全部到位了 我和平时期我把你有多少目标 我要打多少目标 我都可以做到位 他就是和平时期顶着这种情况 硬上去搜集情报的东西 他本来就是个定位 追踪和修正弹道 你如果要暂时用的话 那就是高空长航式无人机 而且你需要还有卫星 高空长航式无人机和卫星 你单靠把高度提高 因为有必要说明什么 由于对岸的防空导弹过于老旧 所以你通过拉高度 其实可以规避对岸 至少70%以上的导弹 对岸导弹数量虽然多 防空弹数量多 但实际上技术水平非常烂 绝大多数可以直接靠提高高度 然后少数的高端弹 但就通过专门的提前的跟踪 打击等等来处理那些高端防空弹 霍克的射高其实还行 说句老实话 在对岸的防空序列当中 霍克已经算是还行的东西了 有没有专门来换防空武器 多的是 你别的不说那个 是A 不是不是 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编号了 就是我军那个 我军那个仿制版的哈比 哈比就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个的 哈比就是专门用来对付防空导弹用的 哈比的原版就是反辐射无人机 扔一个上去 然后检查对面的活跃主动雷射员 检查好以后直接往上撞 就哈比就是这个原理 感谢Joel F来自 哈马斯这次是真的代表了加沙人的利益吗 还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再次利用了加沙的百姓 对于这一次加沙人民是愿意做这个牺牲的吗 哈马斯这一次是正义的吗 我可以支持哈马斯吗 你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 你可不可以支持 那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一个外人来告诉你 哈马斯是否正义 来决定是否需要支持的话 那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 就没有这个选择的资格 如果你要选择 那你必须自己去思考 这不是为一个外国人 在我看来完全有资格 在我看来我肯定支持哈马斯 哈马斯这次是不是代表加沙人的利益 我会说是 我会说是 因为为什么 哈马斯这回打出去 让以色列意识到 哈马斯真的可以把他给打疼 只要这一次哈马斯没死 那么大概率以后 加沙在任何跟以色列的谈判当中 会有底气的多 是不是再一次为自己利益 再一次利用加沙的百姓 不用有任何质疑 肯定是 肯定是 但是话要说回来了 除了哈马斯以外 加沙老百姓还有别的可以依靠的吗 有可能 还有PIA 但重点是 对于加沙老百姓来说 还有比哈马斯更好的选择吧 至少我不认为有 所以没错 绝对不用怀疑 肯定是利用了加沙人民 对于这一次 加沙人民愿不愿意做这个牺牲 回答 这个选择不在于加沙人民 他们愿不愿意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感谢某不科学的A.S.E. 这里直播再次告诉你 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 可以靠多数票来决定的东西 要是多数票就可以解决 那就不需要战争了 那还需要什么战争 那你把所有人拉在一起来 大家一起投票了 就我一直以来观点都是没问题 就是我是可以接受说 中美所有问题 我们直接中美合并 所有问题投票解决好不好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每次目前人表示 不要打仗 大家和平说 我说好 那以后所有中美相关问题 把中美老百姓拉在一起 我们所有问题投票解决 我没意见 至少我现在没意见 然后这又不行了 是吧 这又不行了 我们可以多数票解决 多数票解决 也就是你黄金十亿不存在了 但是很明显 以色列人并不准备和哈马斯 不光是哈马斯 以色列人并不准备和巴勒斯坦人 靠投票解决问题 感谢不存在歌手SE 将军那边观点是 吴真巴能在反航母打击链里面 引导和识别航母舰船 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 你得把吴真巴理解为一个差不多算是提前规划 它是整体路径快速飞越 然后它更多是类似于一个照相型的飞机 就是我说的 你得把它理解为一个更加类似于U2和SR71这种飞机 它不适合说针对一个区域进行长期的搜索 长期的研究 它不是那种侦察工具 你得理解 你拿吴真巴侦察航母 可能还不如拿着卫星 对固定区域通过检查水面波纹 因为船只特别是高速航行的时候 后面留下水面波纹和伪迹 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 所以实际上吴真巴真不是适合那种说 在一大片区域里面找航母 吴真巴适合就是提前规划好 针对一个点级别的目标 或者多个点目标进行连续拍照侦察 它是这种东西 你说跟印度投票 那我就不愿意了 你说跟印度投票 那我就不愿意了 因为到最后我明确说 我的认同 我的群体认同和群体归属里面 在我的认同当中最高级是国家 就我并不认为 我的观点是整体来说 目前的国际关系体系 依旧是一个从临体系 在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行为体的时候 我不认为说把自己视作所谓的地球人 或者人类议员这个认同 有太大的意义 我的群体认同一直有一点就是 我如果要认同一个群体 那这个群体 虽然每一个群体都是想象共同体 但是至少这个群体是个实实在在 看得见摸得着 它正耳八经有执行力 在做事的群体 我才会去产生群体认同 这也是同样的原因 为什么我从来产生不了说 学校群体认同 我从来不觉得学校是一个 可以让我认同的群体 因为在学校里面有太多人 我看得不顺眼了 而且至少在我看来 今天多数的学校 其实干不了什么 不管在引导学生方面 还是说人格培养教育方面 在我来看 今天多数学校并干不了什么 所以我这个人基本上 没有什么明显的学校认同的 其实还真不是 我的学校以外界一般眼光来看 已经是很好的学校了 但是我依旧觉得 我很难对其产生认同 这不代表我不感激学校 是这个样子 还是我接受的 如果我有钱 我非常乐意给学校捐钱修图书馆 或者说把原本图书馆修缮一下 因为那个图书馆我经常用 确实是获得了巨大的帮助 但是就是 就是我不是那种说 因为我们都是某学校校友 所以我就特别高看 我就觉得是校友就怎么怎么样 就我没有那种感觉 我没有那种感觉 我说没有什么地图套的 因为我也是从我自己所看到的情况总结 至少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校友牛逼起来 多的是人攀校友关系 这样子 我对校友关系并不排斥 就我个人对于攀校友关系这事 我并不排斥 我只是单纯就是我对于学校本身没有什么特别 是 我对于学校本身没有特别强的归属感 不代表有校友关系的好处我不占的 占校友关系的便宜和我认不认可校友关系 是两件不同的分开的事情 感谢几何集数的 我看一下QQ私信 你QQID是哪一个来着 我不知道你QQID是啥 这不认可不等于不攀关系 这不是很合理吗 我国并不认可现行的国际体系 并认为其中有很多不公平之处 那也不代表我国就不做生意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并不觉得校友关系很有价值 但当他能给我带来好处和价值的时候 我会去用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这很合理 没有任何的问题 感谢七秋罗马的SC 如何看待切片视频下面说 我瞧不起纳塞尔有偏见 并说我们官方当时对埃及友好的 我从来没有反应过我国官方对埃及政策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 而且我恰恰认为总体来说 纳塞尔时期对我国当然是有利的 我国当然对纳塞尔友好 这个就相当于你有一个亲戚 然后亲戚是个傻愣子 他不停地往外面送钱 然后或者说他是个二愣子 他不停地顶撞你的对手 从他的角度来说 对于他家不一定好 但对于我国来说 当然支持纳塞尔 你不要以为我反对纳塞尔 说明我反对我国对纳塞尔政策 不是的 我绝对支持我国与纳塞尔交好的政策 而且在纳塞尔和之后的萨扎特时期 我国还通过埃及 我国的AT3的原型 应该是从埃及搞 不是米格23 米格23原型应该是从埃及搞的 我国从埃及搞到了不少好东西 但是这不代表我认为纳塞尔做的是对的 从我国的角度 纳塞尔确实是个好人 没有任何的问题 从我国角度而言 他败的是埃及又不是中国 那我当然支持他 对 BMP1也是埃及来的 感谢天津座新云开通见长 谢谢 冰雹是不是埃及来的 我还真不记得 注意 我评价纳塞尔有问题 从来都是我认为纳塞尔不是一个好的埃及领导人 我对领导人的评价都是基于他为他自己所领导的群体做了什么 我认为这也非常的合理 我认为这也非常的合理 你如果从外人角度来说 从美国角度来说 戈尔巴乔夫是个非常优秀的领导人 但是我们评价戈尔巴乔夫肯定都是 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弄死的是千古罪人 同时对纳塞尔也是一样 从我国角度来说 纳塞尔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对埃及来说不是 对于我来说 唯一感觉是提供了情绪价值的校友观初中校友 初中时候还在体制内读书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太多想法 和高中大学相比舒服太多了 总的来说感觉不少人都这么觉得的 我大致同意 不不不 有必要说明BB对外人真不是好人 外国基本上就没有一个领导人夸内塔尼亚胡的 但是我认为以以色列的情况来说 内塔尼亚胡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领导人吗 最近今天瓦剌有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那篇文章就反映出 以色列人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回过味了 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掖着藏着 那篇文章我觉得最后结论非常的有意思 那篇文章最后结论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说明已经开始有以色列人醒过黄来意识到怎么回事了 那篇文章最后的结论就是 内塔尼亚胡现在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错误的 他确实有一些想法 而不仅仅是只考虑怎么样自保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他一直在掖着藏着 他一直有些话没有对以色列国民说 而除非他对以色列国民坦诚 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他 就已经开始由以色列人回过神来开始意识到 BB有难言之意 BB不完全是一个只顾着自身权利 只顾保自身位置的人 但是BB确实有些话没说 他不仅仅是个欺世道明的骗子而已 但这不是废话吗 BB哪敢说 BB哪要跟你们说 我们今天已经打不赢仗了 IDF完蛋了 再这样下去国家撑不过80年了 那就这么说完更加完蛋好吧 那更是分分钟完蛋 就问题不光是IDF太菜 问题真的不仅仅是IDF太菜 当BB说我会努力让以色列活过80年 这个说法是真的有道理的 因为真没那么简单 对 这个就好像经纪人在非常努力的隐瞒 你家偶像其实在背后整夜这个事实 然后接着观众逐渐意识到 经纪人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确实全心全意为偶像着想 但是经纪人在掖着藏着 但是他能说吗 这话不能说啊 这话说了你们就直接跑了 所以他没法说啊 BB这个producer实在是太难了 我不做了 这个producer做不下去了 你以为很贪财之所以 其实是花钱买股费 不是 这个放在IDF身上就更加类似于什么呢 他就更加类似于业绩冲不上去了 然后观众开始怒骂 肯定是producer搞错了 然后producer不敢说的是 以前那个业绩就是买数据买出来的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 他更加类似于这种感觉 就是实际上IDF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神 IDF以前就没有那么神 那个数据是买出来的 造假造出来的 但是他不能说啊 因为这种事情你一说更加完蛋啊 他没法弄啊 你让BB怎么办 BB没法说啊 对啊 说完他自己犯完也没了 所以就真的已经不容易了 内塔尼亚胡能够撑到今天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当这个事情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那一刻 也是内塔尼亚胡政治魔咒消失的那一刻 当大家意识到BB心口不一 他有别的想法的时候 他那一套就已经玩不下去了 没办法的是 你看现在BB的人 你看BB现在民调都低得要命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他原本的右翼基本盘已经不能再相信BB了 他们已经不会再相信说BB跟他们一样是个非常强硬的人 BB是能够啊 就是以前的以前的都是啊 BB能够轻易灭了哈马斯 但是BB有个计划 他绝对不是因为软弱无能 他是非常强硬的 他有他的理由 你们不懂 但是10月7号以后 BB这个强硬派的人设已经挂不住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BB只是一个套着强硬派面具的软弱派 这个问题我说过好多次 可能有人记得 这个问题我在这次10月7号开战之前我都谈过这个问题 BB为什么能够做这么久 是在于他能够非常巧妙的掩饰以色列的软弱 也正因如此 这一次我认为是BB才是有可能 你别看BB现在够 反而他是最有可能要求坚决打到最后的那个人 不管对于他本人还对于以色列来说 想在这回死里求生 那必须要坚定打到最后 这次如果没有消灭哈马斯停火 那我可以明确说 距离下一次以色列周边战争 大概就是一两年的事情 哎呦 马斯克这回去主要是因为 那个那个对他的反游主义指控 导致生意太难做了 我并不认为他就真的相信了BB说的那些话 他必须得有个台阶下 之前因为他被批反游 所以当时一大堆 一大堆那个直接跟他终止商业合作 很难过 以色列发MK实在推停战 回答没有人在推停战 但是大家互相指责 你是不是要推停战 你个垃圾软弱派 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推停战 但是大家私下都在互相指责 你个垃圾 你是不是想停战 不是 这回最抽象的是那个好吧 这回最抽象的是 以色列给马斯克展示了一个婴儿床 理论上是哈马斯杀死的这种婴儿 然后那个床里面是几个7.62x51的那个弹壳 和内盖夫那个弹链 那个北约式可散弹链 哈马斯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 就我看到那一幕我都喷了好吧 这是婴儿床 你看这里面就是哈马斯杀死 残忍的杀死了婴儿 里面还有剩下的弹壳 然后一堆7.62x51弹壳 什么鬼 你们就是随便找了个婴儿床 找人拿内盖夫在旁边打了两枪是吧 里面这北约弹和北约可散弹链就离不 肯定就是临时拿过来做了个秀 就你其实还真别说 就我现在是支持本格维尔的 我明确说 我现在支持本格维尔的 本格维尔是这样 在你不开战的时候 本格维尔是个傻逼 但是你真的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 我认为本格维尔现在是比较清晰 实际上开战之后 本格维尔的观点和论点 我基本上都同意 包括最近本格维尔的国家安全部和财政部的矛盾是什么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本格维尔的顾问直接拍桌子骂 你们所有钱都拿去给国防军买武器 不给警察发钱 不给社区巡逻队发钱 然后这些人都没有枪 我们也看到了 IDF拿着枪之后 10月7号他们是个什么鬼德性 我完全同意 实际上从我目前看的所有报道 10月7号以色列警察的反应和应对能力 远比IDF要强得多 在保护以色列国内社区这方面 他们远比那帮警察远比IDF来到专业 不管设立警察 设立检查点 还是挨个挨个查房 警察都明显要专业的多 所以我实际上完全同意 应该分配更多资源去给警察 然而以色列那个传统 那个IDF想把一切军事资源 抓在手上的传统就一直没改 在这方面我还真同意本格维尔 感谢Law of Florida SE 复国尸体很多人相信第三圣殿过不了 过不了80年的魔咒 官方有没有这种声音 有啊 就是内塔尼亚胡自己说的 我会竭尽全力让以色列存活过80年 连纳斯鲁拉当时都嘲讽 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要这么说 说明他自己都怀疑 以色列都撑不过80年呢 要是以色列那么安泰 他为什么要说 我会竭尽全力让以色列活过80年呢 感谢德布罗伊概率波 最早有他朱蒂 然后就像朱友姐 现在看起来像杨慈昌或者孙传廷 谁啊 本格维尔 本格维尔其实政治野心 我觉得他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野心 纽约有三分之一 林元购300人干的 反复抓放6000次 正常啊 你看这些林元购都是专业团体 虽然我不认为是只有300人 他是这个样子 核心策划团体就那么多人 但是很多时候 你到哪个地方林元购 周围有人起哄 一起跟着去弄 这种情况很多 起哄群众很多的 实际上我会说本格维尔的观点也没有错 因为什么确实以色列周边环境在越来越恶化 因为这回是哈马斯直接打进来的 你这回不能说是以色列主动出击踢了钉子 这回真是没有任何辩驳余地 哈马斯硬冲过来 然后IDF直接被冲崩了 所以实际上 就是以色列人的安全焦虑是很有道理的 你真别把本格维尔这帮人当作纯粹只是单纯脑缺 真不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以色列的安全焦虑真的是有道理的 你也别把老乡都当作是什么良善无比的无辜人 我是不推荐的 从开战以来我就说过 你不要把巴勒斯坦人当作完美无辜受害者 他们不是完美无辜受害者 你不要把他们当作完美无辜受害者 你也不要如此坚定的认为以色列人是绝对的邪恶 他们那么做也是有理由的 这是一个双方不死不休的斗争 以色列立场最后和邻居解决矛盾的时候 我会说90年代 借着苏联解体那一波赶快和叙利亚把和平条约签了 和叙利亚和和平条约是这样的 和叙利亚签和平条约就没有真主党问题了 老阿萨德当初其实就是想拿真主党当个筹码 和以色列签和平条约 只要和叙利亚和平 立刻阿萨德就开始卡伊朗给真主党的武器供应 你和叙利亚和平 真主党的牙就没了 真主党牙没了 哈马斯不足为惧 最大的问题就是90年代 在那个和叙利亚能够实现和平的大好时机 以色列没有做出让户 然后接着就没戏了 接着就越来越没戏了 就是把戈兰让回去 就是把戈兰还给叙利亚 当时就是有观点是直接把戈兰高地还回去算了 没有没有 不是拉兵 不是拉兵 和叙利亚谈判说是埃胡德巴拉克 不是拉兵 拉兵主要是签了奥斯陆协定 奥斯陆协定是95年吧 对 你还真别说 在今天以色列政坛里面 你如果要我评价 能力最高的除了内塔尼亚之外 第二人是谁 沙斯党阿里耶德里 这一次 在这回人质交换上 当时原本斯莫特里奇不同意 后来斯莫特里奇同意了 又是阿里耶德里说服他的 就是我们进入一个抽象状态 阿里耶德里一个没什么政治诉求的念经人 反而在过去两年之间 很好地担任了右翼政府内部最大的和什佬 包括今年早 今年上半年司法抗议 司法改革的时候 当时加兰特和内塔尼亚胡闹疯 也是德里出面 把这个事情给谈妥了 阿里耶德里一个逃税犯 贪污犯 加上念经人 反而是目前以色列政府里面 算是政治手腕最高超 最老道的人 一定程度上告诉了你 今天以色列政坛有多缺人 沙斯党根本就没有什么诉求 他们整天就在意的是 你这个酷不酷 这个符不符合结石标准 这个东西符不符合犹太教标准 什么耶路撒冷哭墙 不得男女混合倒败 什么哭墙倒败 必须有服装要求 他这党整天就在乎这种事情 阿里耶德里是沙斯党 沙斯党就是正统犹太教党派之一 就是阿里耶德里核心就是 我求求你们了 别闹了好不好 能不能让我安心念经 他就是我根本什么都不想干 然而莫名其妙 我现在变成了政府内部 最重要的冲突仲裁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是啊 你还不如跟他学念念经 他贪污污多好 你们实体这整天发癫 你们还不如去贪污呢 说实话 怎么可能没有世俗 他当初是差点没法当部长 就是因为他当初是贪污还是偷税 好吧 怎么可能没有世俗欲望 就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经典条段 我证人瞎整不如贪污犯贫着 你这个要举类似的例子 还有那个 就赫尔松大反攻是谁主导的 新伯方部长乌梅洛夫 说句话 就乌梅洛夫上台才几个月 现在搅着天翻地覆 才多久了 两个月吧 他9月份才上台的 他9月份才上台 搅着天翻地覆 包括目前这一波 和扎炉日内的矛盾也是乌梅洛夫带起来的 就真心不如列自尼科夫好吧 真心不如列自尼科夫 列自尼科夫虽然贪污 但是列自尼科夫真的不太过问军队 他至少允许让扎总好好打仗 就 而且列自尼科夫去西方 还能够搞到不少援助的 就您要不还是别整这么多烂活 别整天琢磨怎么送人头 您要不好好琢磨一下怎么贪污算了 大哥您把你拿来整事情和送人头的经历 分一半在贪污上 现在乌克兰可能会有好多好吧 现在有可怕怀疑 扎总有生命危险 当然有可能 军事总局 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老婆 刚刚被毒杀 说是重金属毒杀 如果是布金属毒杀的话 那大概率就是俄国人干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内部有人干的 然后栽赃给俄国人 谁知道呢 因为布达诺夫那个老婆死 我估计就是有人想给他本人下毒 然后误重覆车 反正目前来看 乌克兰内部内斗强度是急剧升级 比我之前想的还要快得多 你们继续吧 就你们继续吧 还没死吗 不过如果确认是布中毒的话 救不回来的 布中毒救不回来的 有没有可能想换老婆 这个可能性 不能说没有 但是不是那么大 不是我之前有解释过 这个问题我之前有解释过 在于什么 能够维持小责胜目前的地位 是因为责胜能够从西方拉到 拉到援助 你猜猜要是西方断了援助之后 是个什么样子 乌克兰内部的政治结构稳定 完全取决于是 他们目前政府还能够从西方拉到援助 扎毒日内至少还能维持前线稳定 所以乌克兰内部极端纳粹 还相对能够缓和 实际上有必要说明 在2022年开战之前 内部矛盾就几乎大到不可调和了 当时泽胜试图打压新纳粹 然后基辅爆发过多次大规模暴力示威游行的 当年的情况 乌克兰差点看就要二次政变了 好吧 所以就是你不要以为 乌克兰内部一切态度 现在是外部有俄罗斯压力 同时内部各司其职还能够稳定 但是要是泽胜拉不到援助了 那个时候就是你不光是说是西方援助断绝导致军事效果 它对于内部的政治平衡会带来毁灵性影响的 而且特别是有必要说明就是什么 目前在军队当中新纳粹相关单位的影响力越来越高了 有很多原本的纳粹民团被明确的正规化给编制 他们的军官开始进入指挥层 影响力在越来越大 你这个时候内部是真的有可能出事的 就类似于我之前就说过 当初叙利亚 当初叙利亚就是1314年内部 自由军开始失事之后 然后接着IS吞并的自由军上位 又来经典的叙利亚剧本 对就是那个放射性金属部 诺丁汉破产 不是不是 你说的是诺丁汉市政府破产还是GW破产 总不能是GW破产的 诺丁汉市破产 那没有关系 那无所谓 反正诺丁汉 在我看来诺丁汉值得关注的 有价值的也就只有一个GW 所以诺丁汉破产和我关系不大 诺丁破产很正常的 不是什么大事 能在B站翻消息记录吗 觉得第二条SC被漏了 我看一下 你等我往上翻一下 你等我往上翻一下 我暂时好像没有看到新的 不存在的歌手是吧 大概是通过传统侦察手段 锁定航母舰编队并发射反舰导导导弹 但是因为弹载雷达信号 没发区分舰船类别 这个时候需要无针八来拍照 云导导弹针对航母打击 历史上有过美军利用大型舰体 与航母而移行换引的操作 比较疑惑之间的数据链能能打工 或者说有没有很难很难很难 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 就是如果他的意思是 发射弹道导弹之后 再用无针八侦察 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现在一般的思路是 同时对一个区域打多发弹 然后每一发弹对一个小角度 用末端雷达修正 一般是这个思路 这个无针八拍照引导导弹 这个很困难很困难 我不认为这个反应时间够 归途列车出了是吧 归途列车出了 那游戏剧情肯定逆天 那游戏剧情一眼就逆天的剧情 还用得到质疑吗 主要看游戏好不好玩 游戏好玩就行 我这把主要作用 我不是解释过了吗 他主要针对固定目标了 主要针对固定目标各基地 可以有效突防拍照 确定比如你的飞机 你的弹药库 你的油料库的位置 然后炸完一波之后能够再放飞一波 进行打击后效突突 它主要是个针对固定目标侦查 游戏好玩就行 龙游玩了 龙游我还在玩呢 乌克兰崩溃大量难民涌入欧洲 欧盟会变成西境局面 反正我会说西境或者罗马末期 你都可以说失落 应该是个RTT 即时战术 感谢安庆 挑战战士 那就是我刚刚回复的 乌克兰崩溃大量难民涌入欧洲 就是我刚刚说的吧 我之前就说过欧洲这个剧本 是罗马末期剧本 是罗马末期剧本 就是面对大量外来蛮子涌入 欧洲内部开始 内部矛盾越来越明显 可燃点我抽不抽 可燃点技能还没有出来吧 我明天看一下 我倾向于是不抽的 因为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可燃点对群比百夫长强 我不觉得他对单比梅兰尼强 而且根据惯例 作为上半版本出的新角色 大概率如果跟三七对位的话 他零速可能还不如老直色 主要是我梅兰尼又歪了个一速 我现在就常等哪次梅兰尼 或者梅兰尼抽到二速 我现在反正受属性 我对单和对群都有了 我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抽可燃点的想法 反而是下半艾兹拉如果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 那个灵智拐的话不是灵智啊 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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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力条 如果下半艾兹拉还可以 我倒是有可能抽艾兹拉 但可燃点我目前真感觉没什么必要抽 对1999 主要是我三七抽了满速 就10月7号哈马斯打进攻之后 一个是为了庆祝 另外就是三七那个塑造提升程度确实很高 所以我当时鬼迷心窍三七抽了个满速 然后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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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后基本上就是对单上梅兰尼 对群就上三十七了 哈马斯快输了 至少目前还没必要阻 目前这么说还是太武断了 我三七其实说还算快的 我三七抽到满速其实才三百抽 而且我实际上一百八十抽就抽到了四 最后一速刀花得太多了 我三七池子之前大概攒了个一百五抽吧 然后当时就是抽的太顺了 当时包括有一次直接双斤出两个三七 我三七的头五个就是一直抽到四速为止 只歪了一个 就就三七当时就是就是我当时就是啊 抽到一抽到一速了那干脆抽二速吧 那既然抽到二速了要不抽抽到二速了 要不抽三速吧 抽了三速之后感觉都抽了三速了 好像补补四速 然后都补到四速了 我发现才一百八还是一百九十抽 那我干脆在那我干脆堆一堆到五速 结果没想着抽最后一速花得抽数 跟前四速加起来差不多了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海报时间 感谢大概十支先生长的S 一直看路过赶上直播的支持下 好的好的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 不要脱场让人换老百姓更难受 那个话应该罗伯特里的 罗伯特里有两句话吧 一句话是幸亏战争如此惨烈 不然我们就会爱上战争 然后另外一句是战争如此短暂 正是因为其惨烈 如果有人想要让战争变得更加人道 那么他就必须要承担延长战争的责任 而很不幸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 确实是战争正在变得相对人道 但是战争也在变得越来越长 六抽了 我六是 我六很快 我六应该就三十抽就抽到了 我实际上六的话 我就是上下版本攒了一点 然后就抽到六了 因为六反正零速就能用 在说什么游戏 1999 因为37那个提升真的太大了 就我跟你说 满速37和零速37就不是一个角色 完全不是一个角色 而且满速37甚至有很强的拐力 因为满速37可以直接给队友加30%的攻击 还挺惊人的 那个提升攻击加成对全队的整体的伤害上升非常之大 37你不需要懂机制 6的机制可能还需要稍微考虑 37的机制就很难 不停的出牌就行了 你就不要合牌 不停出单牌就行 37实际上出牌逻辑跟梅兰尼差不多 都是要疯狂占用吃牌量 你就不停的出牌就OK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两方面绝对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 如果有多种选择 尽量不要做缺德式 现在我们那么讨厌美国就是因为美国太贪婪 做了太多的缺德式 这样即便不得已做了缺德式 大家也能够理解 不至于造成过重的反噬 以色列目前的困境就是用了美国思路 把事情推到今天这种境地 也算是被美国坑了 其实怎么说呢 我会说不完全是 就很多美国人的抱怨觉得美国人就是太温柔了 美国就是很多时候事情做的不够绝 没有把对手弄死 所以到今天对手回过进来了 美国发现自己在对抗全世界 这个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 这个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推开来谈 那就是一个无限复杂的问题 不太适合今晚 今晚我要准备睡觉 但是重点是 重点是美国走到今天这步 不是简单的缺德两个字可以归纳的 其实要论缺德英国人比美国人缺德多了 说真的 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这个问题今晚肯定讨论过 感谢魔法少女艾萨德比亚 能不能推荐几本关于中东历史 之后再说吧 而且最近两周我可能会做一个专场的 推荐书籍专场 我们到时候有些东西可以再说 感谢对着自己学 有什么能促进自律和行动力的书籍 或者活动的推荐 你可以多去买买那种成功学的书 当精神鸦片 你就读一会儿 然后这段时间打个积雪开始努力 然后过段时间感觉累了不努力了 再读一会儿 再间歇性打积雪 成功学的书还是有些用的 怎么看哈梅内一说的 全体投票的属于道德高地风凉化了 明显是啊 明显是啊 就是你要知道 现在是轮到伊朗人可以站在道德高地说风凉化的时代了 当年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觉得 巴勒斯坦不行 没有人去帮巴勒斯坦 就只有伊朗真正愿意去协助 去帮巴勒斯坦 去帮哈马斯和PIJ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今天伊朗人当然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上说风凉化 这个风凉化在多数上不是针对以色列人的 而是针对那些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 你们整天嘴上漂亮 从来没有人真正觉得哈马斯能够成过事 从来没有人真正支持过以色列 那今天就轮到伊朗看你们笑话的时候了 那今天伊朗就可以让我好好的来用用这个道德高地的优势 就伊朗人确实有这个资格可以用啊 埃苏丹没那个资格 因为埃苏丹虽然整天嘴上支持巴勒斯坦 从来没有真正帮过夹杀 伊朗人真的可以说 在你们阿拉伯国家都放弃的时候 你看我伊朗一直在跟以色列积极对抗 对抗到今天我都能够包围以色列了 那他当然可以道德高地说风凉化 这个道德高地说风凉化的权利是自己挣来的 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好感谢各位观众续飞见长 谢谢 这个就是在当年大家都觉得这个道德高地没有用的时候 他趁机抢了道德高地 你就想 这就类似于什么 这就类似于什么 当年 当年丞相去迎接县地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做不好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做没好处 然后那之后丞相可以进入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 你得知道 那这也是当年丞相自己选的 那也是当年在大家对于县地的政治价值有多大还不清楚的时候 丞相抓住这个机会 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伊朗现在就是一样的 伊朗现在也是 在当年大家都犹犹豫豫的时候 他最好地抓住了巴勒斯坦这张王牌 曹丞相 其实我早就是丞相的人了 你如果要输的话 这个情况接下来能够潜在发生的最离谱的反转是 突然约旦人在那边使些手脚 比如说约旦开始偷偷地允许武器流入约旦和西岸 以此向伊朗示好 然后要是以色列哪天真不行了 约旦来一个落井下石 然后表示 哈哈 其实我早就是抵抗之湖了 约旦人是真有这个资本 约旦如果要跳边的话 伊朗绝对是马上欢迎的 因为约旦境内有大量巴勒斯坦 而且约旦对于以色列非常重要 就 以色列甘词当年就说过 约旦人比我们自己更懂得如何保卫以色列的边境 而且没有人希望约旦完蛋 因为就像我说约旦是恐惧之眼 约旦完蛋了会变成什么样子 没有人能够想象 所以大家都不希望约旦完蛋 就约旦是真的有跳法的 而且有必要说明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当中 伊朗和约旦和埃及的接触都不少 伊朗和这两国接触真不少 因为本质上什么 埃及和约旦是属于日子人 他们跟以色列改善关系 也是因为不改善关系 他们内部有无日 这两国主要是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 他们也不是说真的有多喜欢以色列 约旦军队当代其实水平还不错 主要是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次列 包括总体来说在IS战争期间 约旦军队表现相当可以 还是有问题 如果约旦要跳边 这也是以色列为什么要必须要保持强势 因为如果以色列弱势了 他不能确保周边的盟友还会支持 本质上这些盟友支持以色列 也是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足够强 能够压住内部 能够镇住伊朗 他也是个权宜之计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 绝对不能让偶像原本的粉丝买量 买出来这一点曝光 这一点曝光是灭顶之灾 你这一点曝光之后 原本的投资人都要撤资了 所以内购这个producer当的是很难的 他当的是非常难的 现在粉丝开始说 你看我们偶像的人气这么高 我们偶像的数据这么好看 我们一定要去把对手全部冲烂 然后内购赶快拦 别别别千万不要冲 我求求你们了千万不要冲 但是内购又不能摆明了说 当年的流量都是买来的 其实不是真流量 他也不敢这么说 这都不是最可怕的 偶像万一是睡上去的 某种意义上还真是 某种意义上还真是 因为什么呢 以色列国内甚至包括国外 多数人受的教育都是 以色列今天地位 就是不停的打出来的 实际上甚至和以色列 和美国的关系改善 都是通过约旦人牵线 就专门有本书讨论这个 应该就是那个 就叫约旦要素 美国和以色列的初次接触 专门就是讨论这个话题 就实际上 大家觉得我们的偶像 今天地位是靠着一路 靠着硬功夫唱歌唱出来的 然而实际上是有一系列 肮脏的幕后交易 但是这种东西 producer就不能说 就不能说 我们不能得罪金主 这群人得罪不起 观众都是一副 我们的偶像都是靠着硬功夫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有什么怕的 没有 不都说了 那够是producer 那够是制作人 练习75年 能不能甩锅到前任制作人身上 那没有人认 那哪怕这个整营业 是前任制作人身上发生的 你作为现任制作人 难道就没有能力叫停这件事吗 难道我们的偶像就那么没有能力 必须要靠整营业来维持热度吗 你又不能说没错 就是这样 你又不能这么说 而且前任还是BB 前任也是BB BB在09年之后 除了中间下台了一年以外 一直都是他 你BB当制作人的时间 甚至比大卫本古里安都要长 那什么问题都是你BB的问题 我觉得干脆有机会 明天直播 我们把瓦拉那篇文章读一下吧 那篇文章其实还挺不错的 那篇文章整体还是讲的比较有道理 而且我认为那篇文章 对于当代以色列目前的评估 是比较正确的 那篇文章是直接说 假设以色列人民医院 我们把以色列人民医院 作为一个假想整体 交给一个心理学家 这个心理学家会立刻 把这个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去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就是今天发颠的真是以色列权力 今天就是以色列老百姓发颠 明天周四周四补播一天 周四补播一天 就那句话我完全同意 那句话我完全同意 然后又是经典的瓦拉评论区特色 我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瓦拉评论区说了啥 经典的瓦拉特色评论区 就瓦拉老哥说话超好听 我超喜欢这里的 来我来看一下 让我来看一下瓦拉老哥说了什么 瓦拉老哥说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在说内容之前 我们大概看看评论 大概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看 我建议他们所有人 逼逼不要安静的作者 因为你在这一切混乱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可能翻译过几吧 吉普尼 那个您不做 这是对作者 您不做决定 也不掌握所有信息 坐在家里 敲着键盘进行战斗 是多么容易啊 不知何故 一切都会让你讨厌BB 找个时间把你的头脑 从英勾里拿出来写点东西 然后阿门 愿BB今天辞职阿门 这人的ID就是 让BB辞职吧阿门 BB就像死人的腐烂大脑一样 这是以色列人民历史上 最大的失败 比赎罪日的遗漏多了几十倍 被占领的约旦和西岸的定居者 给以色列人民带来了 毫无关联的破坏 他们也将被美国驱逐出 约旦和西岸 整个政府和军队高层都必须辞职 极端正统派可能会戳到定居者的眼睛 然后还有什么 很难区分拉卡普兰机器人 就支持拉提德和反对司法改革的人 和哈马斯机器人 然后还有什么 反正经典的经典的瓦拉评论区画风 是啊 叫我说BB别硬撑了 算了 别撑了 你爱以色列 以色列爱你吗 对 以后就是看瓦拉看的 就瓦拉评论区那真是一大特色 看瓦拉不看评论区你少了一半的乐趣 就现在真有一种BB带幼儿园小孩的感觉 好吧 就今天以色列侦坛 之前之前那个说我们应该对加沙用核弹 那个文化遗产部部长 还有个人复合 后来BB直接冲出来长嘴 表示外交上面没有 外交上面没有小事 外交无小事 你们要是不会说话就赶紧闭嘴 就给人感觉是 你BB带的政府内阁 都是一帮幼儿园的人吗 睡觉睡觉12点半了 12点半了睡觉睡觉 周四晚上我们可以到处读瓦拉那篇文章 然后读书就这样了 晚安 周五不播 周五晚上我有饭局 周五晚上有饭局 周五不播 周日不播 我到时候会改公告 好的 拜拜 晚安